我只是去上了趟厕所,便被全校师生直呼女流氓,指引我是天生男生女像长的极美太像女生,以至于被人随手拍的一张照片都能在校发评选大赛上获得冠军,就连回到寝室就寝,也会被宿管阿姨拦着。 喂,那个女同学,你咋往男宿舍跑呢? 嗯,我男的。 骗谁呢?长得这么漂亮,声音这么好听,不就是想混进去陪男朋友? 唉,算了,阿姨你看学生证吧。 夏虫很无奈,因为长得太像女生,已经是第二次被宿管拦下了。 三天前,她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变成了刚入学的大义新生,长得像女生,声音也像女生,而且身体远主的性格极度自卑。 中学便是同学眼中的异类,被排挤孤立了三年,起初,她只是不爱说话,不喜欢与人交往。 后来,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过费,让她换了中毒因,本以为上了大学能有所好转。 可是就在报道的第一天,宿管阿姨指着男生宿舍,女生指不得牌子拦住她。 夏虫百般解释,好不容易证明了自己的信念,却又被宿管阿姨的冷嘲热讽搞到破坊。 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能教出你这种孩子,男不男,女不女的,我儿子要像你这样,我得把她的腿打断。 哎,现在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夏虫直接精神崩溃,她只是天生的男生女生,又不是刻意整成这样,到底错在哪儿了? 想不通,钻了牛角尖,轻生后被现在的夏虫取代。 现在她是穿越的第三天,拦住她的是另一位宿管阿姨。 你真是男的呀。 阿姨,你要是连学生证都信不过,要不我把裤子脱下来给你瞅瞅。 滚滚滚。 宿舍在四楼,404号房,刚到门口,就听见社友们在里面说笑。 陈妍,你说夏虫不会是女扮男装混进来的吧? 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生,而且别说男生,女生都找不出几个比她好看的。 啊?薛阳,你离我远点,我有理由怀疑你是蛮蛋。 呸,我就不信了,你们第一眼看到夏虫的时候,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心动。 没有啊,你个鸡脑死远点。 噓,她回来了。 看到夏虫走进来,他们的对话戛然而止。 陈妍,薛阳,周周,三个室友,人品还行,就是掠骚。 她刚穿越来时候,就是陈妍踹开厕所门,把夏虫从昏迷状态惊醒了。 当时,陈妍只看到夏虫手里握着刀,联想到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我靠,夏虫,你不是真想变成女生吧? 没有啊。 那你拿到躲厕所里半天不出来? 我割置疮啊。 于是,刚穿越过来的夏虫,就凭借这手水果刀割置疮被三位室友封为404第一狠人。 烈日炎炎,夏虫一言不发,开始收拾床铺。 夏虫,卷铺该干嘛? 404有鸡脑出没,收拾收拾提筒跑路。 当然不是真的提筒跑路,夏虫只是为了拆掉那层全封地不透光的布帘。 天气燥热,宿舍没有空调,全靠天花板那台破风扇降温。 我早就叫你拆掉了,你那破帘子一挂,里面就跟蒸笼似的。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学校真是有够抠,连空调都不舍得装。 这么热的天没有空调会死人的。 夏虫则是戴上耳机躺下听歌,寻求心境自然凉,前世。 他是街头歌手,在各大商场和天桥直播,是个有几万粉丝的小网红。 穿越过来后,他发现这边的华语音乐,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一段普普通通的旋律,放在这里却被分为神曲。 耳机里连着播放的好几首音乐都是同样的伴奏,区别旨在于歌手、填词以及乐器的不同。 兄弟们,好消息,学校要办校园十大歌手,即迎新晚会,优胜者奖励空调一台。 确实是个好消息。 天花板那台抖炎残喘的破风扇,像是听到了这个消息,直接高兴快乐,泛起了浓浓的一缕青烟,陈炎凑到夏虫床头。 夏虫,夏虫,你听到了吗?空调啊,前世没有空调啊。 夏虫当然听到了,专业对口,而且寝室的那台破风扇,三天休两次,寿终正寝了。 但是,我们当中有人会唱歌吗? 我不会,薛阳会吗? 我也不会,对了,虫虫的声音那么好听,他唱歌肯定插不到哪里去。 杨哥,有话好好说,别虫虫虫虫的,恶心。 好好好,你嫌虫虫不好听是吧?那我以后可就喊你治疮哥了。 更恶心了。 虫虫,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用水果刀割治疮的是吧? 真的贱,唱歌,我会一点的。 会一点,只会一点可不行,必须确保把空调拿下。 薛阳想了想,嘴角上出现附件兮兮的表情。 不如,让虫虫穿女装,当反串歌手,唱功不够,颜值来操,就凭虫虫这身段。 这点大,穿裙子往舞台那儿一战。 我跟你们讲,他都不用开嗓的,光这颜值就能让评委打满分,你俩信不信? 对对对,杨哥,还是你点子多。 靠谱个屁,以我的实力,根本不需要。 不行,事关空调大业,容不得半点差池,你听我的,穿女装吧,就这一回。 不可能,你想都不要想。 行吧,你不愿意,那就算了,都是一个寝室的兄弟,智窗哥不愿意,我们还能强迫得了你。 我总不能到处悬扬,你在厕所里用水果刀割。 闭嘴。 夏虫气得头秃秃浮温。 怎么就摊上几个这么尖的室友,要么穿女装参加十大歌手,要么水果刀割製疮传遍全校,横竖都得射死。 行了行了,女装不女装另说,你先看看怎么报名。 夏虫打算先拖着,反正,只要能把空调迎回来就好。 与这个世界的音乐水,他随便翻唱一首前世的歌,都能轻松夺冠并且遥遥领先。 明天班内选举,后天全校还选,周六晚上正赛。 时间有点紧迫,夏虫打算去买把吉他,刚准备推门而出。 虫虫,你准备去哪? 我想去买把吉他。 我陪你去吧,开学至今,还没出过校门呢。 陈妍和周周听到这个消息,光速地套上衣服,小跑过来。 我们也去。 仨人长得牛高马大,往夏虫身后那么一站,把他衬托得更加娇小玲珑,俨然一副护花使者的架势。 不走不知道,咱学校还是蛮大的。 对啊,走了十分钟才到校门。 话说,咱们要往哪个方向走? 显然,陈妍、薛阳、周周分不清东南西北,夏虫道是土生土长的胡全市本地人。 凭着这一世融合的记忆,他带他们穿过地下通道,来到校门正对面的公交站。 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车厢外部,张贴着巨幅海报。 海报里的代言人,正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女演员。 你们发现没,这个大美女的名字有点意思。 苏宇冰,哪里有意思了? 单独看是没什么,但和重重放在一起。 夏虫不可语兵,是不是蛮有CP感? 彭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设有居然想让我男扮女装去参加校园歌手大赛。 只赢大赛获胜的一等奖是一台空调。 接上集,几人跟着夏虫去买吉他。 上了车,他们几个还在谈论着苏宇冰。 只有夏虫安安静静地,看着渐渐倒退的风景。 感觉现在的自己不像穿越小说里的主角。 原来,胡泉市的龙头企业就是夏氏集团,董事长夏千山。 西夏有两女艺儿,大姐夏宁,博士毕业后继承家业。 二姐夏忧,女团出道。 后来为了对抗娱乐圈的潜规则,找大姐夏宁帮她开了家影视传媒公司。 老妖夏虫,胡泉大学的新生,穿越过来的夏虫, 只觉得这场穿越毫无意义。 过来干什么呢?混吃等死吗? 天籁月气垫。 老板娘林嘉倩,看着入不敷出的账单以及房车抵押合同, 愁得她的脸色日益憔悴。 学音乐的人越来越少,让她看不到这个行业的希望。 啊啊啊,好绝望啊,老爸当年为什么要逼着我学音乐? 请问,有人在吗? 一道甜美的罗丽英传进办公室,林嘉倩微微一正, 她都已经两个月没有开过单了。 偶尔有顾客进来也只是光是不满, 已经打算今晚就关门倒闭,况且脸上哭得跟个累人似的, 让她完全没有接待的热情。 哎,你好,我这边有点忙,您随便看看吧。 嗯?那,我可以试试这里的吉他吗? 可以的,随便试。 夏虫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试了两个音之后弄了好久, 她发现,这副身体拥有绝对音感, 让她可以准确分辨出所有音阶的特性。 夏虫回忌酿了下情绪,随后她的指尖翩翩起舞, 被撩动的弦思想起了晴天的前奏, 只是几个简单的音符,却让小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既然已经有了伴奏,夏虫索性又开嗓坑了几句。 甜美的萝莉音,简单的几句词, 却让路过的行人纷纷止步,脑海里浮现出唯美的画面。 办公室里,林嘉倩侧耳聆听。 谁在外面唱歌,好好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以前怎么没听到过这么优美的旋律。 她忍不住推开门,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瞬间惊呆了。 我握着你手,但偏偏欲渐渐渐达到我看你不见。 还有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风渐渐,那距离却得好远。 天类乐器的门外,有十几个路人驻足停留,他们闭着眼睛聆听着这首歌。 这首歌,犹如自己身临气静般,仿佛回到了美好的青春年代。 不知不觉,唱了完整版,夏虫回过神来,发掘自己成为了焦点。 无数的目光盯着她,但街头歌手出身的她,并不惧怕这种场面。 但不得不说,她现在的嗓音条件非常棒,林嘉倩泪流满面,忍不住走过来抱怨。 这首歌前面还好甜好甜的,怎么唱着唱着就叨起来了。 旁人纷纷表示赞同。 美女,美女,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是啊是啊,让我想起了失去的青春。 周围人都在求歌名,又被当成了女生,但她已经感觉渐渐麻木。 晴天? 为什么要叫晴天? 歌名叫晴天,听着却向下不玩的语,叫人哇凉哇凉的。 也有人打开手机去网上搜索,但搜出来的都是一些同名的喊卖作品。 确定是晴天吗?为什么我搜不到,难道是小姐姐的原创的? 嗯。搬运的原创,周董对不起。 就在这时,一位带孩子的年轻少妇走了进来。 老板娘,这把吉他,我要了。 另外,你这里有出学者的教程吗? 有的有的,今天下单的顾客,本店免费赠送一份吉他入门教程,附带一些难度较低的曲谱。 听到这话,旁边的路人提起了兴趣,纷纷走进店里,开始咨询各种乐器的相关问题。 但更多的人询问夏虫。 美女,你刚才唱的那首晴天有没有曲谱呀?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米拉搜搜搜拉西,真的好想学会用吉他弹这首曲子。 对,我只想学晴天,有曲谱,我马上买吉他。 林嘉倩算是看出来了,大家都是奔着这首晴天进来的,她凑到夏虫的身边。 妹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份谱子? 嗯? 林嘉倩生怕夏虫不答应,于是取出她店里最贵的民谣吉他。 妹子,我可以用这把吉他,跟你换晴天的简谱,简谱就好,拜托了啦。 这把吉他,是林嘉倩的心头肉,她的价格也算是镇垫之宝了。 只要是能换到晴天的曲谱,把我这个濒临倒闭的乐器店盘活,也算值了。 夏虫犹豫了下,想了想只是提供一份简谱让大家学情而已,又不是用于商演盈利也没什么设不顿。 行,你拿纸和笔来,我给你写一份。 好好好。 林嘉倩迅速跑回办公室,拿来纸笔递给夏虫的时候,她激动的双手都只打仗,写简谱这短短的几分钟,店里就卖出了十几把吉他。 大家争先恐后几道柜台前面,等待着这首新鲜出炉的练习曲。 写好的谱子,刚交到林嘉倩的手中。 美女,真的太感谢你了,你是我的大恩人。 夏虫并不知道,这份小小的简谱,让林嘉倩重燃了刚刚熄灭的信念。 老板娘,祝你生意兴隆,但是我得走了,还得赶回学校。 那你有空常来,无论你买什么乐器,我这里都给你打八折。 好,谢谢。 夏虫背着新吉他,转身离开天籁乐器行,却不见陈妍他们。 怪了,来的时候还在的。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寝室群里,薛阳发了个定位,叫夏虫过去, 地点是附近的小吃店。夏虫过来的时候,他们几个都点好菜了。 虫虫,这边。 不知为何,夏虫总感觉,他们今晚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 你们还吃宵夜啊,怕是赶不及门禁之前回去了。 想到晚上11点锁门禁,就让夏虫提不起一点食欲。 怕啥,赶不及就在市区开房睡一晚,等明儿一早咱们再大折回学校。 就是,咱们404几个兄弟,还没有一起喝过酒,今晚喝个痛快。 周周说完,便拎起一瓶大啤酒,不由分说的就往夏虫这边塞,看着已经打开的啤酒。 喝就喝吧。 一个小时后,夏虫只觉脑袋一沉,直接睡在了桌子上。 三个坑壁室友向监济得逞,机长庆祝。 老板几个。 付完钱,周周背起夏虫的吉他,陈妍和薛阳架着夏虫的胳膊,把他扛进了旁边的美发沙龙。 托尼老师,人带过来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给他安排。 果然是有阴谋的。 原来,他们几个趁着夏虫去买吉他的时候,众筹了两千块钱,偷偷预约了一位托尼老师,让他到时为夏虫进行一番修剪。 最熏熏的夏虫,早就不省人事了,摊在椅子上,任凭托尼老师摆弄。 卧槽。 咋了个? 你说说,咱们众手两千,给重重做头发,围的是啥? 废话,当然为了让他穿上女装,去给咱们寝室迎回那台空调啊。 你再说说,空调多少钱一台? 多少? 陈妍亮出他的商城页面。 便宜的空调不到两千块。 那,那倒成咱们多此一举了。 薛阳傻眼了。 算了,反正钱都花出去了。 但这是你出的馊主意,这过得你自己背。 你想想明天怎么跟虫虫解释吧。 重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没想到室友第一个念头就是将我灌醉,还带我去接了丹麻尾。 就连班上的女神笑花都要和我结为姐妹。 接上集,夏虫被手机铃声唤醒,电话那头,是这辈子素未谋面的二姐。 喂,夏悠? 根据原主的记忆,以前好像就是这样直呼其名。 昨晚在天籁乐器店唱晴天的是不是你? 是,你在哪? 夏虫环顾了夏周围陌生的单床房, 她的吉他靠在旁边的沙发,看来是在酒店。 夏虫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就直接给夏悠发了个定位。 十分钟到,门口等我。 不等夏虫回答,直接挂了电话。 昨晚大意了,并没有继承到前世的酒量。 话说回来,他们几个呢? 夏虫起了个声,感觉头发有点坠感。 怎么个事? 她猛然发现,自己的头发不仅多了一条马尾,还有一股淡淡的尚未消散的药水味道。 镜子里赫然是个俊俏可爱的罗莉亚,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样俏皮的头发,的确消除了这副身体的最后一丝违和感。 再联想到昨晚几个室友不怀好意的眼神。 夏虫猜到了七八分,但暂时没空心事问罪。 现在已经上午七点了,她得马上赶回学校。 刚走到大堂,就听到一阵犹如骏马斯鸣的排气声了。 那是夏悠的坐驾,显然已经停靠在酒店门外。 引得旁人纷纷侧目,夏虫坐镜副驾。 去哪?回学校? 夏悠点点头,开往胡泉大学的方向,闻到酒味。 她皱了下鼻子。 喝酒了? 嗯,昨晚和室友出来玩。 夏悠诧异不已,沉闷自闭的弟弟居然会和室友跑出来玩,还喝了酒。 头发不错,去哪街的? 不知道,昨晚喝醉,被室友摆了一道。 她问什么,夏虫就答什么,多得不敢说,怕说多了露怯。 夏悠的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俏皮微笑,感受到弟弟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 闲聊了一会,夏悠提起正事。 你在秦航唱的那首秦天是你自己原创的。 算是吧。 那你火了,平台上现在铺天盖地都是你的视频,热搜词条也全是唱秦天的神秘小姐姐。 夏悠今早吃早餐的时候,刷到视频认出了弟弟,所以才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但是,夏虫并不感到意外,这个世界的华语乐坛,极度匮乏优秀的作品。 秦天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示无疑是降为打击,只是,没想到会传播的这么快这么过。 还是低估了周董作品的影响力。 你怎么突然玩起音乐了? 这得从胡泉大学的宿舍没有空调,以及404的风扇高兴坏了说起。 夏虫解释了前因后果,包括他是如何被那几个憨批室友拐去接头发的。 哈哈哈哈,所以你出道的原因就是为了那台空调。 嗯,但是你唱得很好,那首曲子也很优秀。 那你帮我注册一下版权吧,之后可能还会出一些新作品。 喂,你在使唤我之前,能不能叫声好听的? 二姐。 太敷衍了。 姐姐。 这声姐姐真是甜到夏虫的心里去了。 自从弟弟患了抑郁症,他曾经一度以为自己会失去这个弟弟。 再次听到姐姐这个称呼,他的心情就像被风吹走阴云的天空。 我夏虫的弟弟,出舞台首秀可不能寒酸。 老弟,你回去把曲目给姐准备好,我给你安排造型师和伴奏乐团。 好。 他也想呈现出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明晚的寒选赛事赶不上了。 但周六的决赛倒是可以安排。 车停在胡泉大学的正门外。 好了,去上课吧。 夏虫背着吉他,朝教学楼一路小跑。 夏虫。 到。 紧敢慢敢,终于在教授点名的时候,抬着点进了教室。 煞时间,所有人目光同时落在夏虫身上。 卧槽,这美女士怎么办呢? 不对吧,之前怎么没见过。 我好像在男生宿舍见过她。 夏虫素来低调,往常总是提前到教室,找个不起眼的角落。 下课也是最迟离开教室,注意到她的人并不多。 今天差点迟到,同学们被校花级文艺少女的外表惊艳到愣住。 夏同学,下次记得要提前,你今天差点迟到了。 教授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的。 没过多久,外面的阻碍,爬来急促的脚步声,仨是有火急火燎的跑进教室报道。 错过点名,学分就没了。 几个人坐到夏虫旁白的空位上,时不时偷瞄夏虫的脸色。 恰好有一缕晨曦的光,撒在夏虫的身上,垂在耳边的几缕发丝透着淡淡的光芒。 始作俑者感觉这两千块钱花的真值,薛扬在心中不断默念。 他是男的,他是男的,他是男的。 颜哥,咱们这钱花的太值了。 你想啊,这两千块钱拿去买空调,就只有一台空调。 但是拿去给虫虫接头发,咱们不仅能拥有空调,还能养眼不适。 你瞅他长头发的样子,妥妥的胡大笑话没跑了。 陈妍难得认同薛扬的说辞,男的咋就不能当笑话? 只要长得好看,管他男的女的。 独自坐在另一边的周周,看着夏虫的侧颜陷入了沉思。 虫虫要是女生就好了,但仔细一琢磨,貌似这样想也不对。 对,如果夏虫是女生的话,那肯定没机会和他朝夕相处。 周周猛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像啥呢?那可是我寝室的兄弟。 时间准瞬即逝,到了放学时间,夏虫刚准备离开。 文语尾唐江雪,走上讲台拿起扩音器。 各位同学,有人想报名参加十大歌手吗? 每班有三个名额,咱们班我报了一个,现在还有两个名额。 班里的人都在怯怯思议,报名的却是一个都没有。 此时的唐江雪难免有些尴尬。 站在讲台,尽退两难。 崇崇,该报名了。 你们先报。 我们几个五音不全的,报上去不是丢人现眼? 对,就是要让你们丢人现眼。 三个至少得报一个,你们不报那我也不报,大不了空调不要了。 别啊,崇崇,别这样,你可是咱们四百零四的大爹。 所以呢,你们就是这么坑爹的。 薛阳除的馊主意,让他报。 陈妍和周周,直接把罪魁祸首卖了,薛阳咬牙跺脚。 好,我报,大不了射死丧尸择偶权。 说得好像你不报名,就找得到女朋友一样。 杨哥,你心里真的没点逼说。 唐江雪,算我一个吧,薛阳。 唐江雪看着有人响应,终于稍稍松了口气。 好的,现在有两个了,还有人报名吗? 我,夏虫。 夏虫举起手的时候,全班都回过头看向他。 这么甜美的罗莉音夏虫唱歌肯定很好听吧。 好的,登记了。 填好夏虫的名字,唐江雪又重复问了几遍。 确定班里没人报名了,他下了讲台走到夏虫身边。 夏虫,你的还选曲目定了吗? 需不需要帮你找伴奏带? 不用,谢谢啊。 夏虫背上吉他走出教室,脑子里想着参赛的曲目。 慢悠悠地走向食堂那边。 陈妍,薛阳,周周,不远不近地跟在他后面。 昨晚的事情,确实太过分了,他们都不敢过来搭话。 倒是唐江雪一路小跑着追过来。 诶,夏虫,等等。 重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没想到室友第一个念头就是将我灌醉,还带我去接了丹马尾。 就连班上的女神校花都要和我结为姐妹。 接上集,唐江雪追了上来。 有什么事吗? 一起去食堂嘛,天走边聊吧。 此时,她的动作非常轻易,貌似把夏虫当成了姐妹。 可以,但为了避免产生误会,我有必要先提醒你一下,我是男的。 诶,尊都假都。 真的,后面那仨傻叉,就是我的室友。 哥萨立即转身,假装不认识她。 好吧,我信了,可是,你真的好漂亮,生意也这么甜,跟你站在一起,我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女的。 唐江雪的性格倒是开朗之间。 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 行,搁一搁的,我可不请你。 好好好,我又不是为了蹭你的饭,其实我是想来请你帮个忙。 嗯?帮什么忙? 你会弹吉他,对吧? 唐江雪指了指夏虫的吉他。 略懂,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能侥幸进入决赛的话,我想唱昨晚爆火的那首《晴天》,可是我找不到这首歌的伴奏带,想请你为我现场伴奏可以吗? 唐江雪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和夏虫还不算熟人或者朋友。 呃,那就不AA了,你得请我吃饭。 唐江雪兴奋的跳起来。 哈哈,没问题,应该的,走吧。 夏虫背着吉他,和唐江雪并肩走在小道上。 夏虫,先加个微信吧,我给你发晴天的简谱,你回去先招着谱子练练。 加微信可以,简谱不用发。 嗯? 为啥? 因为昨晚那首《晴天》就是我唱的呀。 原来,夏虫昨晚在天籁琴行弹唱《晴天》的时候,被路人拍了无数个不同视角的小视频,发到网上。 那会儿,她还没接发型,唐江雪看到的那个版本,也没有拍到夏虫的正面。 但现在仔细一看,好像真的是夏虫啊。 挖去我的三观崩塌药,霸榜热搜,轰动全网。 全民搜寻的晴天小姐姐,竟然就在我身边,还居然是男的。 诶? 至于这么激动吗? 怎么不至于?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有多火,十个热搜八个跟你有关,平台最火的那条视频,点赞收藏都已经破千万了,全网都在叫你晴天小姐姐呢? 看见夏虫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吐起来的爆火,让你找不着北了? 不是。 夏虫摇摇头,固满了抱怨。 怎么才千万点赞啊? 才? 这才过了多久啊? 视频是凌晨发的,今早就破千万赞了,你还想怎么样吗? 说着说着。 嗯? 不对,你小子在凡尔赛,当我没说。 来到食堂,吃完饭。 嗯…… 夏虫,我弱弱的问下,海选和决赛,你还打算唱晴天吗? 唐江雪忽然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既然原唱就在这里,他决赛在唱这首歌,岂不成了东施孝平? 不唱。 哦哦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怕到时候被原唱暴杀。 并不是为了把晴天这首歌让给唐江雪,而是,夏虫有一种预感。 这次的校园十大歌手,晴天可能会成为热门曲目, 被很多人翻唱到烂大街。 胡全市,心意传媒,苏玉斌刚出外景试镜回来。 心意传媒的老总黄红,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黄总今天单独来见我,应该没有什么好事吧? 嗯,小苏啊,倒也不必这么直来直去,万事好商量。 哼,我说过,践踏我人格底线的事,没得商量。 黄红被他气得扶着额头, 无非就是投资方的王总想约你吃个饭,就吃顿饭而已。 你至于那么委屈吗? 小苏,你是个艺人,艺人的工作不仅仅是把戏拍好, 应酬投资方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面对黄红的指责,苏玉斌迟迟没有表态,休息室里陷入寂静。 出道至今,三年演艺生涯,飞闻为零。 但戏红人不红,苏玉斌过去出演的角色,不是女配就是反派。 这是他第一次接到女主的剧本,本来谈得好好的,直到签约前几天。 投资方的老总王丁点名要苏玉斌代表心理传媒跟他签约。 如果在饭局上见不到苏玉斌,那么之前谈好的投资就直接作废。 苏玉斌在圈内享有玉女的称号,但在王丁这种资本家的眼里,所谓玉女不过是等待他采摘的蜜桃。 王丁之心,路人皆知,黄总,你是从业多年的那羽老人,真的就只是吃顿饭这么简单,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黄红当然知道,苏玉斌一旦去赴了宴,便绝无完毕归来的可能。 小苏,早在你在入行的那天,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凭什么你能出淤泥而不染,别的女艺人就不能。 我知道你苏玉斌有演技,但你想过你为什么就是红不起来吗?因为别的女艺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比你付出的更多。 黄红的话,句句扎心,也很现实。 我知道这些规则,所以我没有抱怨过,黄总,既然你把我当成了换取投资的商品,那我也很遗憾地告诉你,出言女主角带来的价值,还不足以换取我身为女人最宝贵的东西。 她再次明确拒绝了黄红的无耻要求,公司里其他女艺人多多少少有些把柄,即便她们不愿意,黄红也能逼过她们就好。 唯独苏玉斌,黄红实在是拿捏不了。 苏玉斌,过刚一折的道理,你懂吗? 我虽为一切戏子女流,却也有宁折不屈的傲骨。 好好好,装心高是吧,从今往后你不要拍戏了,公司不但收回你所有的资源,你之前接的所有的戏通通都要换人,而所有的损失全部由你自己承担,不多,总共也就336万。 不过,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在你和新异传媒的合约到期前,你不能跳槽别的剧组拍摄任何影视作品。 这便是黄红压榨苏玉斌的最后一张笔牌,苏玉斌有多缺钱,黄红最清楚不过,原来他家境贫寒有一个爱赌的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和心情的他。 苏玉斌的片酬都贡献给了医院和学校,一旦丢了工作,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将失去生活保障,336万的天价违约金,他卖身都卖不到这个数。 小苏,我知道我这样很无耻,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父母和弟弟想想吧。 这个老狐狸打起了亲情牌,他觉得只要把苏玉斌全家逼到穷途末路,他一定会屈服。 黄总大可放心,该赔的违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 你哪来的钱? 我没钱,不过我有手悠脚,大不了,白天拧螺丝,晚上送外卖,等我什么时候挣够了钱,我就什么时候赔你违约金, 你要是等不及可以去起诉我,反正我一枚放二枚车,随便你强制执行,不过呢,要是我进去了,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你父母的病不治了,你弟弟读大学你不供了。 嗯,不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放弃治疗过三年五年也死不了,至于我弟弟,他都这么大个人了,可以自己勤工俭学的。 嗯?这样子,你良心过得去? 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无论作为女儿,还是姐姐,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义务,他们不会怪我的,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对他们说一句,家人们,我落魄了。 这名女演员因拒绝娱乐圈潜规则而被扫地出门,而我用一手淋雨一直走带领她走出困境,街上集,苏宇斌被扫地出门,临着雨走在孤独的路灯下,她的嘴角微微地上扬,她感觉,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仿佛是一个笑话,这几年,她活得好累,但今天闹的这一出,更像是一种水波,一辆飞驰而过的公交车,无声压到路边的积水坑,冰凉的雨水泼了苏宇斌一身,而她却直勾勾地盯着车身那幅海望,与现在 真是有够反思的 实在抱歉,对不起,雨太大了,我没看清 公交司机打着伞,下了车连连道歉,苏宇斌哈哈笑道 师傅,没关系,别往心里去 真的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姑娘,你去哪里,顺路的话,让我烧你一程吧,今晚这么大雨,这个地方不好打车的 公交司机实在过意不去,苏宇斌点点头,上了车,随便找了个座位,这趟是末班车,车厢里空空如也 苏宇斌在中间靠窗的位置,后排有个少女戴着耳塞,嘴里哼着一首苏宇斌从未听过的歌 这首《灵雨一直走》是夏虫给自己准备的决赛曲目 她在宿舍录了段式样唱片发给二姐试听 二姐听完,火急火燎地打电话来,叫夏虫立即启程赶往幽梦传媒,打算协助弟弟连夜完成伴奏的编曲 苏宇斌愣住了 这甜美的歌声,这上头的旋律,唱的不就是现在的我吗 默默地聆听着,苏宇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你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时的命令,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是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这首歌,这歌词,怎么和我的现状如此贴切 而且,偏偏出现在最应景的时候,真是的,落魄了,家人们 都说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苏宇斌现在真的有体会到这个梦 她趴在琴里面,慢慢地流听变成了秋气,她的哭声惊动了夏虫 诶,奇怪,怎么又唱哭一个,昨晚唱晴天的时候也是,我只是试了下吉他,老板娘就哭得稀里哗啦 不过,这位姐姐,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苏宇斌浑身衣服早已湿透,头发也都结成了一缕一缕的 精致的妆容早已被雨水和眼泪融化 夏虫愣是没认出来,她就是公交车广告里的女明星 不过,她大概明白了,可能是自己唱的这首《淋雨》一直走无意间触动了她的心事 雨夜里急迟的公交车,她满身泥泥,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抱头痛苦 那副崩溃绝望的样子,孤独感真的拉满了 但是她很快又擦干了眼泪,露出如是重负般的灿烂笑容 夏虫掏出手机录下了这个画面,仿佛就是天成的MV 小姐姐,谢谢你的歌声,真的很好听很治愈 她的笑容很真挚,但承载了太多的情绪 不客气,感谢你的收听 明秀路口站到了,到站的旅客请走后门下车 我到站了,姐姐再见 嗯,拜拜,小美女 幽梦传媒 知道为什么急着叫你来吗 韩流一人韩之源,今天下午发布了晴天的韩语版 用了一模一样的编曲,只是把歌词改成了韩语 她并没有声明自己是翻唱,但是她的无脑粉已经在带节奏了 下游把电视屏幕打开,里面显示着一篇与之相关的帖子 底下的评论区更是不堪入目 这波操作很难办,和前世一模一样爱偷 套大量脑残粉带节奏,把白的抹成黑的,把黑的洗成白的 不过,夏虫却很淡定,她早已想过这种可能 毕竟前世就屡见不鲜了 姐姐,歌曲的版权注册到了吗 幸好,姐比他们抢先一步,已经注册成功了 注册了就行,随便他们骂 虫虫,你好像一点都不紧张的样子 嗯,我又没做亏心事,有什么好紧张的 唉,但现在的舆论环境对你很不利 虽然版权在我们的手里,但那些脑残粉可不管这个 一旦被打上抄袭的标签,就会深陷舆论漩涡难以自证清白 他抄一首歌,别人看不出什么问题 那十首呢,一百首呢 哇 夏虫顿时眼睛一亮 虫虫,像这种质量的作品,你还能写出多少首 可以一直写 那太好了,虫虫 你今晚发给我的那首demo叫什么名字 灵雨一直走 姐有预感,这首歌的热度可能会超过晴天 这是必然的,灵雨一直走 歌词本身很励志 积极向上的曲风,满满的正能量 参加校园时大歌手,比情歌更容易拿高分 这几位是流光乐团的老师 他们会协助你编曲 今晚咱们就把CD录制好 这是胡全市最好的乐团 本地所有大型活动,都能在伴奏台见到他们的身影 等你决赛唱完,解码上同步发行 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 先证明你的清白 咱们再把韩之源告上法庭 既然他不要脸,索性就踩着他的脸面 给你的新歌再刷一波热度 夏虫点了点头 他的想法和夏优一样 实力可以击碎所有的谣言 不过,时间太匆忙了 恐怕来不及拍摄MV 夏优担心可能赶不及 只有不到三天了 而且还得提前一天送审 呃... 姐姐,关于MV 其实我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可以从以前拍的语系 取一些镜头混解 这首歌的MV画面 我想要的就是那种破碎感 带着破而后立的寓意 最后,再把这段画面放在MV的结尾 夏虫掏出手机 给夏优看了他在公交车里 偷拍苏宇冰的画面 那一抹哭过之后 带着眼泪的灿烂微笑 是真能往人的心窝子里戳 这个想法真的很不错 嗯... 好,MV由我亲自操刀剪辑 你们先去录音室忙你们的 时间紧迫 夏虫跟随流光乐团进了录音室 他简单地说了些自己的想法 和乐队老师沟通了部分细节 然后立即开始排练 夏优把视频导入电脑放大一看 嗯... 这MV女主是苏宇冰 重重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难道弟弟喜欢苏宇冰 所以点名要她担任MV的女主 可是 苏宇冰是新意传媒的签约艺人啊 新意和幽梦 又是死对头 把她的镜头捡进来 可能会涉及到合同纠纷 不过 既然是弟弟喜欢的人 夏优决定为她冒一次性 大不了赔点钱 千金难买 我家重重开心 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设友居然让班级上的女神笑话 给我寄了双马尾 接上集 夏重录完了新歌 谢谢陈老师 李老师 还有两位王老师 跟你们合作受益匪浅 我今晚学到了很多东西 重重 我们组建乐团不仅是为了挣钱 更是出于对音乐的那份日 对 我们很欣赏你对音乐的态度 也希望通过与你的合作 为华语乐团输送真正优秀的作品 所以 我们其实是在互相成就 你就不要再说什么谢谢了 夏重笑着点点头 好的 合作愉快 今晚就到这吧 周六届 我很期待你的演出 周六届 他们登上车 大姐头 说句心理话 我真的很喜欢夏小姐这种性格 来之前 我原以为这些富二代会很拽 没想到她是这么谦逊的人 接触过那么多客户 只有她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我们 而且她的音乐造诣很高 跟夏小姐的合作 让我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共鸣 第一次加班加得这么开心 夏小姐 你糊涂啊 重重可是这儿八经的夏家公子 她是男的 对啊 夏小 养个女儿 一个儿子 重重是夏家老幺 事情我们来夏总的亲弟弟 也不怪你糊涂 要不是是先听说过 其实我也看不出来 真是老天爷赏饭吃 给了他俊俏的颜值 鲜奈般的嗓音 更离谱的是还给了他绝对音感 我有预感 等重重将来正式出道 整个华语乐坛都将被他统治 没错 咱们以后最好能能重重长期合作 这样就不用忍气吞声 伺候那句日韩娘炮了 刘邦乐坛的业务能力 在圈内是颇具影响力 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像样的本土歌手 配得下他们的饭子 为谋生俊 只能伺候那些来国内捞筋的日韩语言 这何尝不是一种食辱 清晨 寝室内 陈妍被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惊醒 发现床头摆着一份热气腾腾的小龙包 不知是哪位义部带的早餐 虫虫带的 快去给他磕一个 顺便把我和周周的爷磕了吧 稳独子 你和周周组CPE 我倒是可以磕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 夏冲走了进来 杨哥 昨天教你的那两首歌 练得怎么样了 我练了一晚上 还是找不找掉 陈妍抱怨的 虫虫 你不厚道 你教他的那两首歌 简直是磨硬贯儿 害我俩被杨哥折磨了一夜 找不着掉就对了 这两首歌的精髓 就是破音和跑调 今晚的海选 杨哥 你先唱乱世俱坤 把王牌曲目留到决赛 我这水平 真的能挺进决赛吗 不知道 万一呢 今天没课 夏冲睡到中午 正好室友们打包了几份盒饭回来 虫虫 起床吃饭 吃完你抽空去趟会场吧 唐江雪说 他在后台等你 劈头散发 来到会场 目光所及 人山人海 不同嗓音的晴天 磁器笔服 夏冲没猜错 这首歌 果然已经烂大街了 他在后台找到唐江雪 他们说 你找我有事 对 你的室友们请我吃午饭 拜托我给你绑个双马尾 夏冲转身就要逃离 但被唐江雪拽回来 按在凳子上 坐好 唐江雪掏出梳子 把他的长发里顺 分成两半绑双马尾 夏冲 网上留好多人说 你的晴天是抄袭韩之远的 嗯 我看到了 我不相信你是抄袭的 晴天的编曲 和韩流音乐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那简直是一种极美的意境 而韩版填词根基翻式的 把整首歌的意境都毁了 现在网上分成两派 吵得不可开交 但主要还是韩之远的脑残粉 在带节奏 支持你的也不少 尤其是天籁乐器店的老板娘 每天都在力挺你 由于你的身份没有曝光 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老板娘 听到这个消息 夏冲轻轻点头 嘴角忍不住扬起 心里没气势不可能的 但更多的则是因为明白人较多而欣慰 晚上八点 无权大学的会场 几千个座位全坐满 还选赛 共42个班 126名选手参加 由于人数问题 每个人的表演市场被限制在1分30秒以内 整场还选赛 预计将进行三个半小时 夏冲抽到了107 至少得排到三小时之后 薛阳则穿着花哨的衬衣 腰间别着12号的牌子 前台频频传来爆木声 有请今晚的第一位参赛选手 主持看了一下歌单明显的音乐 一眼望去都是唱的晴天的 虽然这首歌确实好听也容易唱 但反反复复的单曲循环是很容易疲劳的 直到晴天第九次畅想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终于按耐不住 欢迎首吧 切哥切哥 莫非你们是想把今晚变成晴天的转程 无论是谁都好 只要不唱晴天 我一定给他鼓掌 切哥 学生们已经集体起哄了 怎么办 好紧张 薛阳在后台慌得不行 没事 这首歌你正常发挥 应该可以晋级 发挥失常甚至有可能拿高分 薛阳还是满脸写着不信 真的吗 放心 妥妥的 他盯着夏虫的双马尾 还有那甜美的妆容 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虫虫 你好可爱啊 这双马尾绑起来 简直是给后面的人家攻速 夏虫横了他一眼 有劲 绝交 你连生气的样子都该死的可爱 邀请林一二号选手 来自历史新一班导薛阳 他为大家带来一首乱世俱坤 滚上去 他也抱着吉他 跟薛阳一起登台 薛阳拿起麦克风 那股骚戒上来了 各位同学 这位是帮我搬坐的小姐姐 他美不美 灯光师非常配合 调按了舞台四周的光线 仅把一束聚光打在夏虫身上 然后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欢呼声 请把掌声献给他 薛阳的这堆猜叠 使用了前天带来的视听疲劳 全场的关注点 都集中在了这个双马尾萝莉的身上 我干嘛 嗓咪很清亮 吐字也很清晰 但是没有一个字唱在正确调上 打评论和观众都整不会了 高潮部分来的薛阳随即歌舞运作 评委席上 无权大学的几位老师 正在激烈地交流 这位选手的唱法很怪异 他像是保留了一部分 让我们听的时候像歌曲 就是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不要忽略那个小姑娘 他的伴奏给到了很高的加成 我觉得薛阳选手是在尝试 一种狠心的唱法 值得给个高分鼓励 台上的薛阳彻底唱嗨了 观众席已彻底被旋律洗脑 薛阳一个跪地滑铲 全场一起跟着他的节奏呐喊 伴随着歌曲的结束 八位评委老师 居然给出了9.9的综合评分 还选赛目前的最高分 薛阳 赞列第一 奥园歌手比赛上 我用一首梦的光点 获得了所有同学的赢 就连全校公认的校草 都为我当众下跪表白 但其实 我是男生啊 儿 街上集 薛阳一手乱世俱坤 开心重场 回到后台 薛阳人都傻了 过曹 重重 你给我的这首歌 真的绝了 我在宿舍练的时候 难听得自己都受不了 配上你的绊奏 那感觉一下子就变了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感觉自己就是天王巨星 前世 这首歌可是古惑仔的成名曲 当然有一种热血澎湃的错点 这才哪到哪 你明天决赛要唱的那首才是王诈 薛阳对夏重的所有怀疑 在这一刻全部都变成了崇拜 我相信你啊 不过 重重 我可是九点九分哦 差零点一满分 你不会被我刷下去吧 这火飘了 关键是 搞不好真的有可能被他刷下去 这家伙虽然跑掉跑到没边 但他活跃气氛和临场整磨的能力 的确值得给个高分 身旁 旁将雪站起来 该我登场了 加油 做得我堂姐乱伤 不被淘汰我就心满意足了 接下来 051号来自历史系一般的唐江雪 将为大家带来昆取牡丹亭的选段 游园惊梦 掌声欢迎 前台传来的报名 让夏重大为震惊 唐姐竟然是唱戏剧出身的 唐江雪脱下外套 露出一身古朴的淡黄色戏服 迈着偏弱惊鸿的轻盈步伐登上了舞台 几秒钟后 前台传来缠绵婉转 游慢悠远的戏墙 带着无浓软语的特色 兼而不锐的发音净显柔美 足见唐江雪的功底之身后 不说别的 单论唱功 夏重已经自愧不如了 明明是戏腔大佬 唱什么晴天啊 分数出来的时候 夏重好像明白了 如此优秀的戏曲演绎 评委居然只给到了9.2分 戏曲的受众太小了 注定难以流行起来 唐江雪呜呜的跑回后台 坐在夏重的身边 抱着她的手臂肃 重重 我感觉我发挥的还不错 结果只有9.2分 丢死人了 夏重尴尬的把手抽出来 不是你的问题 你唱得很好 只是他们不懂得欣赏 不过9.2分应该能够晋级了 决赛怎么办啊 我是真没想到 今晚就有这么多人唱晴天了 原本我还想作为底牌 留到决赛的 唐江雪已经不知所措了 昨天她还在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能靠晴天 在决赛一名惊人 结果还选赛就让她傻眼 掌声欢迎05.2号 来自新闻系四班的黄景天 她将为大家带来一首晴天 比赛仍在继续 晴天仍在乱杀 唐姐 如果我现在给你写一首歌 你一个晚上能学会吗 结合唐江雪的嗓音特色 夏重顿时想到了一首歌 这首歌她厚不住 但是非常适合唐江雪 现在写 对 在我上场之前 应该可以完成 好好好 只要你能写出来 我就是熬通宵也把它学会 夏重立即打开手机 当着唐江雪的面 编曲和填词一气呵成 仅仅用了三十分钟 一首赤灵 便凭空诞生 亲眼目睹的唐江雪 默默收起偷拍的手机 目瞪口呆 我有预感 那些说你抄戏韩之源的人 连肯定会被打得啪啪响 这首赤灵 用戏腔结合流行的唱法 用最通俗的方式 让听众体会古风戏腔之美 看完谱子 唐江雪顿时信心满满 这冷冷的国风 寒流抄都抄不来 你先别管寒流抄不抄了 想想你还剩多少时间吧 今晚赶紧把词曲都背下来 清唱熟悉几遍 我明天再把伴奏带发给你 说完 夏重把文档发给流光乐团 陈老师 又得麻烦你们加班了 这首歌是国风 你们想想怎么配伴奏 好的 什么时候呀 最迟明天中午 晚上就要演出了 你不差黎玉一直走了 这首不是我唱 写给同学的 好 我马上通知他们加班 不过 重重你下次尽量别搞得这么匆忙 你姐给的钱再多 我们也顶不住天天熬夜 哈哈 拜托了 忙完这一切 主持人的声音传进后台 掌声欢迎107号 来自历史系一般的夏重 带来了她的原创作品 不怕 夏重背上吉他 再次闪亮登场 兄弟们 充满为萝莉反承 怎么在那边附我提 夏重坐在高脚凳上 顿时全场寂静 那纤细的手指 扫动吉他的琴弦 轻快的音符跃然而出 雨点一滴滴的落下 彩虹挂在蓝天的炸 等到天空在流眼里忙 太阳温暖天边在下 努力的高空学不早 只是第一篇副歌结束的时候 台下已经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首歌的旋律很轻快 让人忍不住心情愉悦 非常棒的原创作品 可以说是开创了鲜河 这首歌的传唱度会非常广泛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首经典儿歌 八位评委老师一边交头接而讨论作品的质量 他们原本以为 副歌就是高潮 没想到 大的要来了 夏虫升陷一切 瞬间变壮 上一秒还在卖萌的翘皮萝莉 下一秒突然就变成了战斗天使 这一段高音 燃得让人猝不及防 几位评委老师 已被震撼到头皮发麻 直接瞠目结舌 其实 夏虫只是突发提示 想尝试切换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 即兴改变哪不怕 和梦的光点 看起来 没想到这波衔接处理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演唱结束已经过了双数年 评委老师仍在疯狂交流 全场仍在齐声高呼 重重 慢分 最后 主持人从评委席返回舞台 夏虫同学 去掉一个最高分 十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十分 最终得分 十分 满分 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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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尖叫声中 回到后台 恭喜重重 喜提优先择偶权 走 叫上陈妍和周周 咱们出去吃个宵夜 OK 烧烤走起 唐姐来不 我就算了 还得抓紧时间背词 你们去吧 好吧 和薛阳一起离开会堂 陈妍和周周 已经在路口等待 旁边 有一群大二的学长 对着夏虫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了一阵子 看到夏虫要走 有个学长被同伴推了一把 跑到夏虫前面来 亮出微信二维码 重重学妹 你好 我是大二中文系的林杰 其实 我很喜欢唱歌 方便加个微信吧 抱歉啊 我是男的 不仅林杰没反应过来 旁边几位陪她一起过来的学长 也全都傻眼了 学妹 你不方便的话 直接拒绝我就好 不要开这种玩笑啊 我真是男的 他们是我的室友 呃 不礼貌地婉拒绝后离开 而在吃宵夜的途中 不停地有同学过来跟她搭设 虫虫 要不要我帮你解决 嗯 怎么说 夏虫知道她骚点子多 正想听听她有什么主意 这时 刚好又来了个学长 虫虫学妹 可以加个微信吗 嗯 学长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嗯 不好意思 打扰了 都散了吧 人家有男朋友的 虫虫 怎么样 嗯 效果不错 立竿见影 嗯 我这样造谣 你不生气啊 气什么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说实话 他们压根不信 夏虫已经想开了 既然大家非要把她当成女生 那编造个无中生有的男朋友 倒是可以省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新一传媒 办公室内 红昌正在浏览刚刚爆火的视频 胡泉大学校园十大歌手海选赛 一次晴天小姐姐现身 狂飙高音寄进四座满分晋级 看完视频 小冷 把我的电话转到胡泉分部 好的 红总 等电话的时候 红昌的心情忐忑不安 韩之源 是红昌旗下的艺人 前几天 那首晴天爆火 让韩之源嗅到了商机 他立即改编了韩语版 发布到个人社交平台 这件事 红昌起初没怎么在意 他原本以为 只是个街头素人随口唱几句歌而已 应该是没有注册版权的 可是 当红昌安排员工去给韩语版 晴天抢注版权的时候 传来的回事却是茶虫绿过高 著作权和版权的注册申请均不同过 红总 我是胡权分公司的黄红 黄红 你尽快联系胡权大学的夏虫 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晴天小姐姐 如果是 那你就代表心意 向他收购晴天的版权 好的 红总打算出价多少 明面上 心意传媒出五十万 另外我个人再出一千万 作为封口费 不要对外伸张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在版权转让书上付加一条保密协议 禁止对方公开晴天的版权交易 禁止对方发布原创声明 总而言之就一个要求 让他跟晴天小姐姐拿着钱 把所有的话都乱在肚子里面 我要让所有人都相信 韩之源才是晴天的原唱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好的 红总 一千万了 红总还真大方 打发各大学生而已 一百万都绰绰有余了 反正我把事情办成就行了 这笔钱最后进谁的口袋重要吗 这时 又有一通电话打进来 黄红贴了一眼手机屏幕 下音 黄总别来无恙 秦豪 夏总有什么关照 对于下优的寒暄 黄红显得相当警惕 他对下家的两位千金早有耳闻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有个事 找你商量商量 我这边 准备发行一首单曲 MV的部分 用了几秒苏宇冰的镜头 夏总 你这样不合适 清全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 我这不是来找你商量了 看看能否先上车 后补票 该付多少出场费 我这边一分都不会少 希望黄总高抬贵手 别太追究 夏优明白 为了MV可以正常发布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打个招 但是 黄红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敲诈的好机会 夏总 你有所不知 小苏他严重违反了本公司的艺人守则 已经被新一传媒权渠道封杀了 为了避免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已经严令禁止他拍摄任何影视作品 夏总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你之前上车后补票的做法 实在让我很难办啊 他的违约经 不是小树木 黄红不清楚 苏玉冰在MV里出镜只是偶然 他估计 苏玉冰应该是隐瞒了过往 想跳槽到幽梦传媒 多少 他目前主要涉及两单违约 第一笔 临时更换演员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336万 第二笔 跟公司提前解约的违约金 2000万 不结清这两单赔款 他绝对不能参与任何商业拍摄 否则总部追究下来 我这个分公司的负责人也顶不住 听说夏优那边已经完成了MV拍摄 黄红更加吃点 这笔钱夏优是非套不可 要么他的MV就别上线了 黄总 要不我给你报个数 得 夏总请说 我愿意拿出500万 替苏玉冰买断他的合同 黄总 这价格你能答应的话 算我夏优今天欠你个人情 几天之后 我把这个人情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吴磊烂 夏总你是拿我当傻子 还是觉得你的人情值1500万 如果是1500万 我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吴磊烂 属是天方夜谭 夏优沉默了几秒钟 冷笑道 OK 既然谈不成 咱们法庭见 钱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MV 我照发不误 黄总 你去通知法务部门准备起诉吧 该赔多少我都认 我只希望 你到时候别后悔 这个夏优 脑子有病吧 是他情权 怎么还理直气壮的威胁起我来了 夏优刚挂掉黄红的电话 紧接着又拨给了大姐夏宁 姐 帮我通知姐夫 叫她明天来我公司接个案子 说什么事了 最近有一首歌叫晴天 不知道你听过没 听过 怎么 夏宁平时是不刷视频的 但这两天总能听到哼几句 想不知道这首歌也挺难的 这首歌是重重写的 被星义旗下的韩之源 改编了韩语版 还煽动他的粉丝 污蔑重重才是抄袭者 另外 重重可能谈恋爱了 夏优又对大姐说了 夏优点名用苏宇斌担任 MV女主的事 以及苏宇斌和星义传媒的 合同纠纷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刚才试探了下黄红的口风 本来我想出500万把苏宇斌捞出来 顺带解决MV侵权的事 礼上往来我可以不起诉韩之源 但是 黄红的胃口太大 他张口就要2336万 所以我翻脸了 准备打个官司 到时各赔各的 我倒要看看 到时是我的MV侵权要赔得多 还是他韩之源抄袭重重赔得多 姐 把姐夫借我使唤几天 夏琳却没有直接答应 悠悠 你先冷静 我迟点给你答复 喂喂喂 姐 你别是连自己弟弟都不帮吧 啊 林立叔 你去帮我查几个人 第一个 苏宇斌 他是星义传媒的艺人 我要知道他的一切详细资料 第二个 韩之源 搜集他公开发布过的所有言论 存档备案 第三个 黄红 星义传媒胡权分公司的负责人 深挖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把柄 尽快 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杯黑咖啡 好的 夏总 夏宁靠在已被闭目养神 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从小到大 弟弟从未展露过他的歌喉 也没有抱过任何声乐培训班 自从他患了抑郁症 更是从不与人来往 他去到大学 才短短几天 这又是写歌 又是在公众场合弹唱的 还和苏宇斌传出了绯闻 虽然这样很好 家人都希望夏宇走出阴霾 但种种反常的迹象让夏宁不得不担忧 一小时后 夏总 都查清楚了 嗯 先说苏宇斌 苏宇斌 今年25岁 胡全大学优秀毕业生 三年前 他主动放弃宝言 被新意传媒挖进了演艺圈 笔子很干净 从来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 但几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前阵子 苏宇斌接到了女仪剧本 但投资方的王丁点名 要求他去陪酒 苏宇斌直接拒绝了 结果被黄红下令封杀 现在负债雷勒局不为奸 他放弃宝言改行拍戏的原因是什么 缺钱 他的父母 都患有很严重的慢性病 已经失去劳动能力 他还有个弟弟 今年刚考上大学 夏总 说实话 我挺佩服这个苏宇斌的 都穷途末路了 他还这么刚烈 这姑娘 确实不错 就是年龄稍微大了点 难道 重重喜欢这种解决心 他的人际关系网 有没有我弟弟的名字 没有 除了父母和弟弟 苏宇斌没有别的人际交往 和夏公子 更是没有任何交集 这就怪了 那绯闻是怎么传出来的 难道是弟弟暗恋苏宇斌 这个悠悠 也真是的 事情还没弄明白 就急着给弟弟造谣 彭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娱乐公司想用一百万购买 我的版权不成 居然想制造车祸彻底将我灭口 次日 黄红找到了夏虫 是夏小姐吧 夏虫不耐烦地点点头 嗯 我是新一传煤狐全分公司的总经理 想找你了解一下 晴天的版权问题 不知夏小姐方便吗 夏虫和他来到了校外的咖啡厅 黄红直接开门见山 新一传煤 没愿意出五十万收购晴天的版权 另外 我还可以多给你五十万 只希望夏小姐能保守秘密 不要对外公开这首作品是你的原创 总共一百万 只要你签了这份协议 这张支票就归你了 黄红取出版权转让协议书 还有一张一百万的支票摆在旁边 一百万是一笔多么了不得的巨款 没有哪个大学生能抵触这种诱惑 夏虫明白了他要搞什么 无非是替韩志远买一个名正言顺 一百万 翻唱权可以卖给你 这点钱就想收我的版权和著作权 你多少是脑子有点病 意识到自己被当成单纯好骗的小姑娘 夏虫对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一百万不够 咔 再给你加点 赖人 黄红 你以为我会因为一百万就把版权和著作权给你 咔 还是我小看你了 我这么手机干嘛 你去批发 这些最新款的华为妹特60破肉和苹果15破肉 麦克斯就当是离你的水里了 反正我左下角多的是 就是 左下角都是不限量 免费拿的 我们公司都人手以台华为妹特60破肉和苹果15破肉麦克斯了 左下角真的可以免费拿 我以为都是厂商拉芯片人的 别的左下角我不知 反正我左下角是真能领 厂商都在平台报备过资制 保证完成任务就能领 是啊 夏小姐 你看以上线就由邻居见面 那这是谁都能领吗 当然不是 只有看到我这条是平左下角的才能领 就点进去完成下载随便升升级 华为妹特60破肉和苹果15破肉麦克斯任选 好 左下角我下载了 都给你一百万了 还嫌少怎么的 小姑娘 这首歌你把握不住 老老实实变现就知足吧 黄总 你看看我的脸 上面有写有穷字吗 别说一百万 你就是拿一千万来 我也还是那两个字 不卖 黄红失算了 万万没想到 这看起来软蒙天真的少女 态度居然这么强烟 下车 别不识抬举 你最好听我的 该该把字签了 拿着一百万走人 妥责 我不敢担保你出了这扇门 还能不能安全回到学校 咖啡厅的门外 坐满一群身穿黑色背心 全是纹身大花壁的恶汉 透露出凶狠的目光 今天专门叫了十几的人过来堵门 就是为了软得不行就来硬了 你带来的人 我可不认识他们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夏小姐 你人长得这么美 那些人待会儿可能会过来找你搭讪 说不定还要请你去别的地方嗨疲一下 你要是把这合同签了 我倒是可以替你去沟通一下 让他们卖我个面子早点离开这里 夏虫陷入沉默 看来今天不搬出背景是没办法脱身了 黄总来找我之前 是不是没有提前做好功课 什么意思 我爸是夏千山 听到这个名字 黄红顿时毛骨悚然 不可能 夏总的两个女儿我都见过 谁说我是女儿 哦对了 忘记告诉你 我是男的 不给反应的时间 夏虫站起身 静止往咖啡馆的门外走 你左下角还真快 我好理发货了 我说了左下角是真能领吧 都是急速链接 我现在就要回学校 你敢让他们动我一下吗 话音落下 那群流氓齐刷刷地站起来 堵住了夏虫的去路 都让开 让他走 黄红盯着夏虫的背影 咬牙切齿地拨了通电话 他回去了 准备动手 为了彻底得到版权 黄红还藏了最后一手 夏虫走在街上的途中 一辆飞驰的大车 对准了夏虫静止撞过来 就是冲着要他命来的 一声巨响 只见另一辆车从侧方冲出来 把那辆失控的大车撞得偏离方向 几秒钟后 车门打开 里面下来的人 是李凌峰 惊魂未定的夏虫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救他的人 是这辈子的大姐的丈夫 自己的姐夫 姐夫 我在这里 夏虫赶紧跑过去 姐夫 你能看得见我吗 李凌峰缓缓睁开红肿的眼皮 八百度的近视眼 我是夏虫 哦 你没事就好 确定夏虫没事 李凌峰瞬间坐在地上 夏虫掏出手机打120 黄红站在对面的街角 暗中观察这边的情况 他找了个亡命图 让对方喝了半斤白酒开车上路 想掏个酒驾的罪名把夏虫撞死 眼看就要得手 却被李凌峰截停 这都被他躲过去了 至于为什么李凌峰突然在这 原来三天前 李凌峰前往夏氏集团 受邀解决晴天侵权案这个事情 这两单官司都没问题 我们是稳赢的 我要的可不仅仅是赢官司这么简单 你的意思我明白 只判对方抄袭 这惩罚实在太轻了 所以我还会提出以下追溯 第一 韩之源身为公众人物 却放纵粉丝污蔑 网报应当为此负相关的法律责任 第二 韩之源抄袭晴天发布的韩语版 盈利收入尽为非法所得 必须全部退还并发布道歉声明 另外李凌峰还提及苏宇斌的违约纠纷 临时换人 只是黄红单方面做出的决定 苏小姐并没有违反合约的明确规定 她不肯赔酒 并不能作为临时换人的理由 这336万 非但不用赔 还得要求新益传媒解除封杀 让苏小姐恢复正常工作 否则新益传媒才是实际违约方 可是 这里还有一条霸王条款 若甲方黄红认为 乙方苏宇斌的工作能力不足 甲方可随时提出解约 并要求乙方进行赔偿 这个要如何处理 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而不是黄红觉得她怎么样就怎么样 苏小姐以往拍摄的历史作品 足以证明她的业务水平是非常出色的 这项所谓的霸王条款对她是不起作用的 不愧是你 这3000万年薪还真不是白拿的 夏总过奖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 你还有后手啊 嗯 现有的资料显示 黄红对她旗下一人的管理方式 存在严重违背道德公序的行为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怀疑 黄红涉嫌敲诈勒索多名艺人 强迫艺人通过性交易 为她赚取灰色收入 并且还有偷税漏税的嫌疑 娱乐圈本就是偷税漏税的重灾区 但这样做等同与死网破 对方的法务团队也不是吃醋的 所以要不要走到这最后一波 李凌峰没有把话说的太明白 他不敢确定夏佑的公司有没有偷税漏税 不用问悠悠 悠梦传媒的财务团队 是我从夏市集团抽调过去的 每一笔资金的去向都经得起查 好的 我明白了 夏总 我可以下班了吗 嗯 李凌峰来到夏宁的背后 替她暗柔酸痛的肩膀 老婆 你也该休息了 行吧 老公饿了没 出去吃个饭 别出去吃了 家里都煮好了 行 那就回家吃 31岁的夏宁 已经结婚了 人妻属性拉满 李凌峰 是她青梅竹马的对象 在夏宁继承家业之后 李凌峰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律所 甘愿成为那个替她遮风避雨的男人 老婆 在想什么 我是有点担心重重 她最近的情况很不对劲 确实很反常 如果真的走出来了 那还好 就怕她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老公 我这阵子很忙 你能不能帮我关注一下重重的情况 明天是周六 我去接她回家 看看能不能了解到什么情况 回到现在 黄红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果断逃离现场 而夏宁他们 则是原地等待着救护车 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证明女星被娱乐圈扫地出门 竟连打三份工 随着交警赶到现场 检查了下肇事车辆的受损状况 闻到车里的酒味时 他们断定这是一起由罪驾引起的事故 交警同志 麻烦你们再看看那辆车 有没有装行车记录仪 我怀疑这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 事发当时 肇事者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想杀了我弟弟 如果有行车记录仪 可能会录到车内的一些对话 李林聪的业内名气相当大 以前 他曾经帮一位被诬告的交警洗刷冤屈 所以在场的交警都认识 并且相当尊敬他 好的 李律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领导 地面的轮胎轨迹相当反常 的确有故意为之的痕迹 我又调取了周围的监控 看了一下是发现场的画面 肇事车辆当时频繁的修正方向 很明显是冲着撞人来的 交警队长来到李林峰面前 告知他这个结果 李律 你弟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或者说比较值得怀疑的对象 有 新一传媒的总经理 黄红 那看来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没有了眉目会主动联系李律的 来到第一人名医院 我是不是毁容了 是 姐夫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完了 回去会为你姐嫌弃的 她当初就是看上了我这张脸 不至于的 只是发型乱了而已 虫虫 你以前可不会这样跟我开玩笑的 能不能告诉姐夫 你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事 是不是在学校里受到什么刺激了 有人欺负过你吗 她自己都伤成了这个样子 字里行间却全是对夏虫的关心 夏虫忽然觉得 这个姐夫是真的很不错 没有啊 只是我突然就想通了 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长得像女生 其实也没什么丢人的 上了大学之后 我发现自己在音乐方面颇有天赋 而我的外貌和声音 恰恰是与生俱来的优势 你姐担心你 昨晚一夜睡不着 幸好不是我们预想的最坏那种情况 我今天本来是想接你回家了解情况的 虫虫 你能走出阴霾 真是太好了 夏虫点了点头 沉默不语 唉 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 穿越重生这种事 如果家人知道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 检查结束 医生建议留院观察 但李凌峰死活不肯留在医院 也不许通知夏明 虫虫 十点带我去你学校 你今晚不是还有演出吗 姐夫等你表演完 再和你一起回家 因为眼睛肿得厉害 怕回去被老婆看到了心疼 所以李凌峰得找个理由 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哦 对了 虫虫 这张卡的密码是你姐的生日 去帮我买套一模一样的衬衣和裤子吧 一会儿出院的时候 我得把这身衣服换掉 不用 姐夫 我自己有钱 李凌峰是为了救她 才成这个样子 哪好意思让她花钱 夏虫随即来到了街上的一家品牌男装店 眼前的导购员是个漂亮姐姐 她的眼睛很是熟悉 但夏虫问是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欢迎光 是你啊 苏语斌唱了一句淋雨一直走 夏虫想起来了 是你 爷 哈哈 来买衣服吗 对 我想买一件白衬衫 还有一条黑色西装裤 最好跟这套一模一样 你们店里有吗 得 我们这里有的 因为是当即爆款 苏语斌很快就找到了 把衣服取下来交给夏虫 说实话 姐夫的这身行头看着像个房产销售 没想到一套下来居然要五万多 夏虫果断付款 拎着袋子就走出了店面 没有一丝逗留的想法 主要是医院那边还有个病号等人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苏语斌看着他的背影 心头有几分怅然若失 小姐姐 好高冷啊 忽然 夏虫又折返了回来 你好 那个我有件事情 忘记跟你说了 那天晚上 其实我在车厢里偷拍了一段你的镜头 我只是觉得当时的画面很唯美 所以就把这段视频放在了林雨一直走的MV里面 事后我想了一下 发觉这个行为是很不礼貌的 毕竟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对不起啊 我想给你相应的补偿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哈哈 真的吗 那天我哭得难看死了 好害羞哦 你居然把我放在MV里面 是得好好补偿 你在这等我一下 想到自己那天如此势态 苏语斌的脸上泛起了红韵 和夏虫互加了微信 不是真的为了索要补偿 只是觉得和小姐姐挺投缘的 夏虫的微信昵称 叫夏虫偏要语斌 但是 和苏语斌并没什么关系 夏虫不可语斌 出自庄子外偏秋水 有一种虫子 他的生命周期只有夏天这几个月 因为活不到冬天 所以他不懂什么是冰 曾经的夏虫 觉得自己就是那只活不到冬天的虫子 苏语斌的网名 叫夏虫不可语斌 所以 俩人看到对方的网名时 都愣住了 诶 我叫夏虫 你呢 苏语斌 该死的尴尬 一个藏头 一个藏尾 一个不可 一个偏要 明明是刚认识的 怎么就成了CP网名 等等 他叫苏语斌 夏虫终于想起来了 上次坐公交的时候 也有他的名字 夏虫不明白 明明是一个明星 为什么会在这里当导购呢 你有空吗 想请你午饭 好了 刚好下班时间到了 过了一会 苏语斌推出一台电动车 先委屈你一下 你还兼职送外卖啊 对啊 我太穷了 在路上 苏语斌顺便接了一单 带着夏虫去等外卖的时候 顺便就在店里点餐吃午饭了 被新意传媒封杀之后 苏语斌并没有隐瞒家人 他的弟弟 已经开始勤工俭学 为他减轻了不少负担 但父母的医药费 依然是摆在他面前的头等难题 所以苏语斌现在打了三份功 我以为你们这些艺人都挺有钱的 夏虫实在很不理解 他为什么把自己逼得这么辛苦 我也以为你们这种白负美食 吃不惯合饭的 巧妙地回答 把话题抛回了夏虫身上 苏语斌不希望夏虫同情意 或者是可怜他 夏虫看他风风火火的样子 索性先把正式提出来 林雨一直走的MV 会在今晚八点正式发行 我擅自用了你的镜头 而且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应该给予经济补偿 苏小姐 你的出场费是怎么算的 你请我吃饭 不就是赔礼道歉吗 我已经原谅你了 经济补偿救免了吧 不过有个事我得提醒你 我和星亿传媒的合约还没到期 你把我的镜头捡进去了 可能会被星亿传媒告侵权的 这个不用我担心 会有人去处理的 我赶不及了 小姐姐 谢谢你的午餐 我先走一步了 苏语斌拎起一旁的外卖包装盒 火急火燎地冲出快餐店离去 夏虫看着离开的背影呆呆的 打开微信 给苏语斌发了个千元红包 封面写着开车慢点 安全低 我哦 大红包 谢谢你 小女子里买房的目标又迈了一步 这秒回的速度 得 白说 生成为男身女相的大学生 校园歌手决赛 我以医生女装燕京四座 接上级 回到医院 行侦那边联系我了 他们在肇事车辆的后座 发现了一袋现金 五十万 另外 行车记录仪的确录到了可疑对话 但全程只听到凶手的声音 应该是和雇主通话的时候录下来的 黄红已经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警方追查了他的银行账户 发现黄红今天上午在建行 取了五十万现金 夏虫点点头 补充道 他今天约我见面的时候 咖啡厅外面聚集了一群地痞流氓 也是他找来赌我的 嗯 我马上向警方反应 黄红肯定跑不了的 休整完 李林峰换了身新衣服 在夏虫的搀扶下离开医院 由于眼部有伤 夏虫给他买了副厚厚的墨镜 用来遮蔽伤口 回到学校 夏虫扶着李林峰 走在校园里面 本来 弟弟照顾受伤姐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别人看到可不是这样 如花似玉的虫虫学妹 和英俊潇洒的墨镜高冷男 手拉着手一起漫步在校园里 号外 号外 虫虫学妹真的有男朋友 他那男朋友长得还挺帅 可惜是个盲人 那个瞎子他凭什么 夏虫把李林峰带回宿舍 但又被宿管拦住 这个宿管 正是是穿越前 夏虫第一次遇到的那个宿管大妈 可以这么说 远主的自尽 和他有直接责任 站住 又是你这个不男不女的死人妖 你怎么还敢把外人带进宿舍 宿管大妈一昧的嚣张 手里握着一把不扇 拦在了夏虫的前面 李林峰心底一沉 听到这种话 感觉无比刺耳 虫虫平时就是被这些乌言慧语包围的吗 阿姨 她是我的家属 不是外人 家属也不行 你都是这负德行 你的家属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怀疑你想带他进来偷东西 一记响亮的耳光 甩在了大妈的脸上 你还敢打老娘 老娘今天非得撕了你 李林峰伸出颤抖的双手 不断地向前虚空摸索着 呀 我刚才是不是打到人了 对不起啊 我是个盲人 我不是故意的 夏虫都惊呆了 温文尔雅的姐夫 腹黑起来那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你装什么 还真是盲人 李林峰眼睛周围的伤口 着实把宿管大妈吓了一跳 住手 别动我的眼睛 李林峰突然像的颠老似的 大喊大叫 我要投诉 我要投诉 无权大学的宿管 欺负学生的盲人家属 还要没有枉法 还要没有法律了 快把他拍下来 发到网上曝光 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引来了保卫科和学校领导 哎呦 怎么是你呀 李律 周琦正好认识李林峰 赶紧上前赔礼道歉 抱歉 实在抱歉 是我们管理失职了 李林峰的大名 在胡权市的上层圈子 无人不知 他接手的官司就没有打不赢 李林峰 是他打的我 闭嘴 有件事 让周琦记忆犹新 前几年 夏宁在读博士的时候 不接受导师的潜规则 背卡手续迟迟不能毕业 李林峰得知后霸气护气 不光找人把那无良导师打成干坏 甚至过后还把人告上法庭 离谱的事还告赢了 和校方一系列的沟通处理过后 校方最终开除了宿管大妈 李律啊 这人我已经开除了 咱们就此接过吧 要不去我办公室那儿坐坐 我七壶好茶 好好给你赔礼道歉 如何 周琦生怕李林峰继续追究 免了 我今天是以学生家属的身份来的 这宿舍楼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回到寝室 大爹 你回来了 这没事 夏宁把李林峰 给三位室友互相介绍了下 这是我姐夫 李林峰 你姐夫是盲人啊 快住口 你有礼貌吗 我暂时是个瞎子 要麻烦你们照顾了 颜哥 周周 今晚你们帮忙照顾一下我姐夫 等我演出完了再送他回家 没问题 重重的姐夫就是我们的姐夫 姐夫放心 有我一口肉吃 就有你一口汤喝 我不喝汤 我也要吃肉 简单的几句玩笑话 让李林峰很快融入了 他们轻松愉悦的气氛 也终于让他彻底对夏虫放心了 傍晚十分 法拉利的声浪乍响在湖泉大学校园里 夏幽带着他的车队停在路边 重重 我在现场 你在哪呢 我这就过去 几分钟后 夏虫带着摄友和李林峰一起过来集合 姐夫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的眼睛这是 先别管我 忙你们的 夏幽的脸色突然阴沉 是不是黄红对重重下黑手了 悠悠 这件事交给姐夫处理 你和重重玩得尽尽就好 行吧 看到夏虫走过来 夏幽眼中那一抹狠力瞬间消失 露出了一点微笑 姐 你怎么搞这么大阵仗 夏虫看到十几名幽梦传媒的员工 陆陆续续地将各种乐器搬进房间 当然 我弟弟的舞台首秀 当然要按最高规格吧 架子鼓 大小提琴 贝斯 电极各式各样应有尽有 流光乐团更是全员出动 重重 我们整个伴奏团队 今晚只为你们服务 诶 真就对标演唱会的规格呗 随即 三名顶级造型师前来 把一脸猛逼的夏虫 带到其中一辆中八车里 星空蓝的礼服长裙 搭配一双八厘米的水晶高跟鞋 竖立出精致的长发 在后脑勺处绽放华丽的造型 以及精致的妆容 耗事一个多小时 造型师们俨然把夏虫 打造成了一位光彩夺目的红毯女星 当她提着礼服的裙摆 小心翼翼从中八车里走下来的时候 舞台一出的灯光照到这边的时候 夏虫的礼裙泛起了星星点点的光芒 夏幽走了过来 向守候在马车旁边迎接公主的骑士 在旁边等候多时的室友们 已被惊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真不错呀 虫虫 你今晚穿这身是真的美 如果投票选胡大笑话 你的票数必然遥遥领先 虫虫 下个月的国庆假期 我要回老家和高中同学聚会 到时你穿这身礼服 过去假扮我女朋友可以吗 我 我好想让他们嫉妒一下 夏虫无语地瞪了她一眼 那眼神在血扬看来 却更显得风情万种 闻讯而来的唐江雪 看到夏幽的那一瞬 好你个夏虫嘛 还跟我说你是男的 就是怎么变高了 唐姐 我在这里 你是夏虫 那这位是 你就是今晚唱赤铃的小美女吧 姐姐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看来你的身体很诚实 小丫头 喜欢姐姐吗 哎 没没没 没有 夏虫的眼神充满着暧昧 那你就是讨厌我 不是 不是 唐江雪被调戏的直接呆住了 姐 你差不多得了 嗯 走吧 先去后台准备一下 校园十大歌手决赛 共有三十名选手晋级决赛 舞台设在室外运动场 规模与演唱会有一拼 并且同步直播 薛阳是首发 唐江雪在第十五位 而海选赛满分的夏虫 则是压轴出场 鸿生成为男身女巷的大学生 校园歌手决赛 我以一身女装出场 直接让所有观众欢呼 街上集 晚上八点 现场的灯光全部熄灭 湖泉大学上方的夜空 炸开一团团绚烂的燕火 同学们抬头看着烟花 这些都将成为他们大学四年里的美好回忆 落幕 随着灯光亮起 舞台之上 多了两道身影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亲爱的老师 同学们 以及直播间里的各位网友 欢迎来到湖泉大学校园十大歌手的决赛现场 经过海选赛的角逐 共有三十名选手晋级决赛 本届决赛的评比标准 除了有我们的评委老师现场打分 还会根据直播平台的网友投票结果 评选出我们胡大的人气歌王 掌声献给今晚的第一位选手 他是历史系一般的大一新生薛扬 带来的参赛曲目是追梦赤子心 薛扬登上舞台 与之一起的 还有早已在后台准备的流光乐团 陈江坐在钢琴前 静静地等待 台下的评委老师们 都在期待薛扬今天打算如何暖场 然而 薛扬站在麦克风前 却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我们对他的期待是不是过于高了 但是也难怪 毕竟今晚这么多人 他又是第一个登场 紧张是在所难免的 算了 还是看他接下来的表现吧 薛扬酝酿好情绪 抬手比了个OK的手势 随即 陈江优先坐下了前奏 收买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 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处理 不在乎它是不是 神压脚壁 用力活着用力爱 哪怕干脑足底 不求任何人满意 只要对得起自己 文娱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其实在回头独脸的日子里 也许我没有天分 但我有梦的天真 我将回去整理由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分 主歌部分 薛扬的表现重归重矩 给人的感觉 像是在跑掉的边缘疯狂试探 就当观众和评委以为 就这样慢慢沉沦下去 突然 随着伴奏疯狂输出 把整首歌推进了最高潮的部分 继续跑 迎着冷眼和朝鲜 生命的光阔不裂 几乎难都能感到 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回 逼求饶 就算 尖世撒满了怀抱 继续跑 带着赤子的脚 生命的山腰不坚持到 震惊 整个胡权大学 都被薛扬的歌声震惊了 歌 可以这样唱的吗 他明明都破音了 但让人感觉依旧热血沸腾 薛扬那些似底里的高音 加上这首歌的激昂 让现场的评委和观众泪流满面 演唱结束 薛扬的心情 久久无法平静 他对着评委席和观众席深深聚了一躬 又转身朝流光乐团的老师们聚了一躬 台下 评委老师发表了各自的点评 歇阳同学 你带来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我认为这就是华语摇滚的青春之歌 你这种完全放飞自我的唱法 完美的诠释了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纵情燃烧的热血情怀 这恰恰是我们华语乐坛最缺少的音乐内核 这首歌没有批判任何的事物 却处处都透着死磕与抗争 以及为理想主义抛头颅撒热血的气势 非常棒的励志神曲 请问是你的原创作品吗 不是 这首歌的作者是我们班的夏虫同学 此言一出 胡大的直播间直接炸开了锅 夏虫 什么神仙 昨天就听说这个名字了 一次前阵子爆火的晴天小姐姐 晴天小姐姐不是抄袭寒支援的吗 脑残粉带的节奏一眼线 这些现在都不重要 所以她到底是不是晴天小姐姐 江都 新一总部 红昌紧紧盯着胡全大学的直播间 那一道道淡满 正一点点的风机着公司的根基 现在夏虫还没登场 只是拿出一首追梦赤子心让同学唱 红昌就已经难以应对了 她忽然发觉 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方 她已经后悔了 她应该果断地抛弃寒之源 戏剧宝帅 红昌给黄红打了通电话 打算让她收手 过了今晚 版权之争已在无意义 可是 黄红的电话迟迟无法接通 她不知道的是 事态已经失控 黄红找的杀手太不专业 非但夏虫没死 还把自己交代了 人刚到机场就被警察扣在那 十大歌手的决赛现场 薛阳直接拿下了满分时间 作为开场的追梦赤子心 成为了今夜的评分标杆 当薛阳回到后台 其余的参赛选手 都感到压力山大 第二位登台的选手 唱的还是晴天 拿了个不高不低的8.8分 在这之后 节目效果直接就垮掉了 今晚没有人能超过薛阳 我话放在这里了 就算让晴天小姐姐亲自上 都不一定能唱出薛阳这种感觉 未必吧 晴天小姐姐 竟然写出了这首歌送给同学 足以说明他还有更好的作品 留在后面 连续十几首口水歌 让观众和评委的耐心 渐渐消磨殆尽 就在这时 第十五名登场的唐江雪 终于亮下 负责报幕的主持人 准确地捕捉到了观众的关注点 刻意强调了唐江雪的参赛曲目 掌声有请历史系一般的唐江雪 他带来的参赛曲目 是由夏虫同学创作的一首 国风作品赤灵 观众席爆发奉劲 评委你也不由地眼前一亮 聚光灯下 唐江雪拙一身戏服 浅浅地走上舞台 他怎么这身装束 难道又要唱戏曲吗 戏曲虽好 可咱们真的不懂欣赏 流光乐团再次登场 陈江轻抚着琴弦 伴随着笛子的琴瑟和鸣 浓浓的国风飘然而出 我记忆着水袖几落 长悲欢唱离合 无关我 山开河 落过香流沫 西中清晰外人 凭谁说 万将喜怒爱的斗人无分魔 主歌是标准的流行唱法 唐江雪有着相当深厚的戏曲功底 即便用流行唱法 她的发音和吐字 依然是行业底级水准 这个就叫国风吗 很唯美 很优雅 但这不是披着国风外衣的流行歌吗 正当评委们暗自质疑 马上就被副歌的部分积得粉碎 唐江雪双锈服面 切换为自己最擅长的戏腔 还行走过 不见旧颜色 海上人唱着 心碎离别歌 心自闻若木 阿长雪已写来过 乍链 直播间里的弹幕再次占满 这就是国风 我操 彻底刷新了我对音乐的认知 环宇乐谈为什么要模仿欧美和日韩的风格 就是明明我们华流才是最早的 乱纱和前面的口水就比起来 唐江雪的赤铃 再次轰动了整个比赛 评委们再次给出十分的最高分 好一句白骨轻辉接我 好一句为卑微感忘忧国 如文仙悦耳赞明 非常感谢唐江雪同学 为我们献上了这场顶级试听盛宴 总算有一手吃灵接住了追梦吃子心 说实话 现在阿丽给到了晴天小姐姐本资 正成为男生女相的大学生 校园歌手决赛 我以一身女装出场验惊四座 一手淋雨一直走直接夺取大赛冠军 接上级 两个满分出炉 的确给了夏虫很大的压力 因为从选歌的角度出发 追梦赤子心和赤灵在前世的热度 是比淋雨一直走更高的 但总的来说 薛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唐江雪也有没发挥好的地方 而拥有绝对阴感的夏虫 加上在录音棚的训练 让夏虫有着自信心 接下来的选手 一手手所谓的Rub 还有那所谓的淡水 直接让直播间变成大型网报现场 此刻胡大运动场的铁栏外 苏宇斌满脸焦急 这是他今天的最后一单 已经超时了 可能是现场的声音太嘈杂 对方实在听不到手机的铃声 送完这一单 他得赶回服装店上夜班 这会儿 眼看就要迟到了 苏宇斌把外卖挂在铁文栓上 准备速顾客自取 舞台上 主持人正在爆目 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来自历史系一般的夏虫同学 带来的是原创作品 《灵雨一直走》 观众其顿时爆发声过 校班的尖叫声 走出几步的苏宇斌 听到夏虫的名字 以及《灵雨一直走》 又情不自禁地折返回来 虽然看不见舞台 但上方悬挂的大荧幕 能看得清楚 在一阵阵喝彩声中 夏幽牵着夏虫 缓缓登上舞台 酷萨的姐姐 俏皮的妹妹 像极了一对双生子 偏若惊鸿的华丽登场 犹如新生代的天后降临 苏宇斌看呆了 即便见过娱乐圈 各种各样的美女 也没见过几个初期左右 满分造型 晴天小姐姐终于露脸了 好美啊 之前看的路人视角 以为晴天小姐姐是个假小子 这造型 这排场 是不是打算今晚就出道 流光乐团全员出动 陈江站在指挥台上 掏出一根指挥棒 然而 水晶当琴的位置 却是空着的 正当众人好奇时 夏虫在琴凳处落座 优雅的将双手置于琴键上方 表演还没开始 排场已经拉满 优雅 她这是要弹唱吗 夏虫对着麦克风 这首歌 我要送给所有热爱生命 努力活着的人 我们总会经历许多饱受煎熬 却只能自力更生的日子 在那些别人看不到的角落 很多事情要我们自己去考 很多迷茫的路 要我们自己去走 可是只要我们咬牙坚持 挺过去了 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只有努力了 尽力了 命运才可能发生转变 最后 我要助观众席的你 还有屏幕前的你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正处于中考 高考还是考研 考工 抑或是你人生中的某个重要阶段 都能收获自己满意的结果 话音落下 掌心为余 鲜鲜细致 掠过琴键 纵小丝滑 这一顺 全场寂静 下重了嗓音 与钢琴的和弦 同时响起 罗里音透过麦克风 被音响放大了几倍的钱 你身在响不停 雨波静 眼里看不清 谁接触狂调 有我余生 秘密 乍一听 没有追梦赤鲜 和赤鲜那般惊艳 却甜得让人心神光亮 很奇怪哀 下重的唱法 听起来平平淡淡的 却充满了感染力 有一种抚平了内心伤痛的治愈感 观众欣赏 大家齐刷刷的挥动 你能陪我下悬崖 我能学会飞行 从不停 谁的命令 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理 凌云一直走 直到阳光就该挪过 你应该用不走 你就别怕走 前面盘旋的图影 有背后仅三段而已 黑色的童话 只给长大 细腻 明明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只听了一遍旋律 舅舅能跟着唱 第二遍副歌响起的时候 下重把十大歌手的决赛 变成了现场的万人大回堂 站在人群外面的苏宇斌 又一次被这首歌 给动到山然内心 同学大学的直播间 被无数道治愈的大路站 实时投屏在现场的大屏幕上 我向小白一定要考研上岸 苏宇斌我身边的所有人 和正在看直播的观众 好要命健康幸福快乐 今年一定要成功五万块 给父母的老房子进行分析 中考必要上岸了 加油 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和自己的伴侣 永远幸福的在一起 好啊 苏宇斌又一次泪流满 他真觉得淋浴一只子 就是为他而行 超时的外卖订单 赶不及交接的夜晚 一人摧脚的医药费 他不会责怪命运之中 也没有抱怨生活的重点 正如夏虫所说 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 很多事情要自己去考 很多迷茫的路 要自己去走 我苏宇斌 终于遇到懂我的人了 面对无良的老板 我没哭 面对生活的苦难 我没哭 可恶的夏虫 竟然用一首歌 把我弄哭了两次 评委席 几位老师争先恐后的发表评论 这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当代青年的正确价值观 这首歌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值得满分 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 也没有华丽的唱腔和技巧 但他就像林佳那个甜美的女孩 在你人生最失意落魄的时候 在耳边轻轻对你说 要加油我 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那种直达人心的感动 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共鸣 我也给十分 几位评委的点评时间 加起来长达十分钟 却没有人觉得不耐感 舞台上 夏虫朝评委席鞠躬致谢 谢谢各位教授 老师 谢谢大家 最后主持人登上舞台 但此刻站在夏虫旁边 心中的小鹿在砰砰直跳 那个我要说什么来着 各位真不好意思 重重学妹的造型太美 以至于我这个主持人都看走什么 观众期爆发出一阵笑声之后 主持人回到状态 首先掌声送给夏虫同学 恭喜夏虫斩获满分十分 接下来 进入我们今晚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小元十大歌手 最终排名揭晓 请看大屏幕 前四首都是夏虫的作品 人气质 则是直播间里网友投票选出来的结果 获得钱世明的选手 各自所在的宿舍 都能分配一台空调 404则是有两台 至于多出来的那台如何分配 让室友们商量决定 夏虫没回宿舍 活动结束后 夏优和载着夏虫和李凌峰岗回下架 原来虫虫唱歌这么好听 哇 太厉害了 唱的还是自己的原创作品 李大姐她没来 真的可惜了 她今晚应该也有看直播哦 虫虫 你打算出道吗 姐夫 你的嘴可以跟你的眼睛一样闭上吗 李凌峰忧愿地闭上嘴 夏虫不禁怀疑这个姐夫是不是有双重人格 车子停在了江畔别墅区 夏虫下了车 要见这一世的妇女 让夏虫的内心多了一些坦克 红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你敢信 知名女星苏宇斌对我两句话聊得小鹿直撞 接上集 宁宁 爸正式退休了 这下是集团也是彻底交给你了 悠悠她无心经商 但好歹也能自食其力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重重 刚走到客厅 就听见夏千山和夏宁在沟通分家产的事 夏游冲到夏千山身边坐下 夏宁的目光转向后方两人 夏虫牵着李凌峰的手 慢慢地把她牵到沙发旁边 老公 大晚上的你戴墨镜干什么 帅 夏宁已经看见李凌峰眼角的伤口 是不是黄红干的 他人呢 已经被抓了 具体的别问 夏千山就在旁边 李凌峰不想说太多 免得让老人家担心 夫妻间的默契 夏宁顿时明白 于是岔开了话题 重重 姐今晚有看你的演出直播 很棒 谢谢大姐 夏宁身上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的强大气场 让夏虫不敢对视夏宁的眼睛 总感觉这双眼眸能看穿她伪装的内心 但这微小的动作在夏宁看来像是有点躲着 让夏宁的内心涌起一丝哀伤 捕捉到夏宁眼中的失落 夏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相当不妥 大姐明明是在关心她 可她敷衍的回答实在冷漠 大姐看到我穿女装了 唉 这个家没法呆了 夏虫的玩笑话 顿时让夏宁转忧为喜 老公没骗我 重重她真的走出来了 这时 一位妇人缓缓走来 何止是你姐看到 我们都看到了 侯雪兰 是夏虫这一世的母亲 妈 夏虫轻化了声 这副身体 毕竟是她生下来的 不会被看出什么端倪吧 侯雪兰又怨道 怎么不叫我侯女士了 原来 自从园主夏虫患了抑郁症之后 不仅对两个姐姐直呼大名 还管老爹叫夏宁 管老妈叫侯女士 妈 你今天真美 嘴天往往能化解一切矛盾 老娘哪天不美 夏虫暗暗松了口气 好在 园主自闭的那段时期 和家里的亲人比较疏远 暂时没有人察觉出什么异常 侯雪兰挤在夏幽和夏虫的中间坐下 一左一右紧紧揽着两个儿女 咱们家好久没有团圆了 阿林 我儿子回来了 今晚多做几道菜 哎 好的太太 你们老妈子 听说重重今晚回来 比过年还开心 岳父大人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 貌似听到你在分家产呢 怎么着 有没有我的份啊 哈哈 你小子 找你老婆要去 不过呀 既然提到了这场 趁着今晚人起 我干脆把话说明白了夏氏集团 我的65%股权 全部转给夏宁 以后 夏氏集团全权由夏宁管理 悠悠和重重 不许插手集团的事务 另外 我用自己毕生的积蓄 搬了两份信托基金 悠悠一份 重重一份 这信托基金的本金 你们是不能动的 信托公司每个月 固定往你们的账户 花200万 哪怕你们一事无成 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倒不是夏千山偏心 主要吧 这三个儿女里面 只有夏宁有资格接班 夏幽太贪玩了 夏虫还小 也没有管理企业的天 唯有交到夏宁手中 夏千山才能安心退休养老 我没意见 哪怕没有夏氏集团 我也可以养活全家 我没意见 我的幽梦传媒还行 我可以养活我和重重 我没意见 我吃软饭 我老婆养我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的望向夏虫 毕竟他当走出抑郁 谁也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 但夏虫又能有什么想法 前世只是个小小的街头歌手 何必作妖吗 既然你们都愿意养我 那我给爸妈养老 小伙子 懂事了 愉快地分完了家长后 重重啊 妈听说 你最近在谈恋爱 和谁 我咋不知道 今晚这顿家宴 夏虫莫名其妙地 被全家人审了一个多小时 原来 夏又因为苏宇冰MV的事情 把他当成了夏虫的女朋友 还和全家说了一遍 好不容易把乌龙解释清楚 所以 苏宇冰不是你的女朋友 不是啊 我靠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我要早知道你们不认识 哪里还会低声下气的 找黄红要授权 还差点被他坑了一笔钱 我跟他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好说的呀 都是你自己瞎脑补 晚饭后 夏虫跟在许玲的身后 回到了自己陌生的房间 房间很干净 空气里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环境 让夏虫有点无所适从 夏虫坐在柔软的大床上 手机传出钉的一声 拿起来一看 是苏宇冰的消息 他拍了一段 十大歌手的现场视频 发给夏虫 嗯 你也来了呀 怎么不过来找我 哈哈 只是送外卖路过碰巧遇到你上台 为了听你唱淋雨一直走 我这个月的全勤奖都被扣了呢 好惨 你的MV出场费 真的不打算要了吗 我也很想赚你的钱 可是哪里轮得到我决定 都是经济公司负责的 黄红被抓了 你知道吗 哎 于是夏虫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严谨一呆的跟苏宇冰说了下 苏宇冰看到夏虫发来的消息 心里是百感交集 哎 丸子头小姐姐她对我可真好啊 为什么呢 我与她的邂逅也没几次 可是每次都忍不住怦然心动 苏宇冰于是鬼使神差的回了句 你是专门为我争取的吗 但是刚发出去就感觉不妥 正想撤回 却看见正在输入 哎 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不想白占便宜 而且我没有钱付律师费的 发完这两句 苏宇冰感觉自己脸颊更加炙热 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一方面 她不想依赖任何人 可另一方面 内心似乎又有些气盘 哎 如果丸子头小姐真的是为了我 糟糕 我可能会爱上她的 我不会真是弯的吧 没有 韩之源抄袭了我的情片 本来就打算告新一传媒的 正好凌羽一直走牵涉到清泉 这个MV你也有份参与 就顺带把你的案子一起解决了 苏宇冰震住了 刚刚的心头一热 夏虫就拖了盆冷水进来 挖凉挖凉的 唉 倒也是 丸子头小姐姐才刚认识我 怎么可能是专门为了我吗 苏宇冰啊苏宇冰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 想太多了你 不过 要是真能解除风沙 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我下班了 请你吃麻辣烫来不来 下次一定 聊了一通后 夏虫发现苏宇冰还蛮有趣的 也没有明星的架子 让夏虫有着深厚的好感度 同声成为男生女相的大学生 街边弹奏钢琴 我以一身萝莉桩直接萌化全场 而寒流无脑粉却直接砸烂谱的钢琴 接上集 一日 夏虫换上了崭新的服装 飞上吉他 展现出不一样的俏皮 她打算再去一趟天籁琴行 另一台钢琴放在家里 增强自己的钢琴水平 来到商业街 林嘉倩正在指挥工人 安装更大的门店招牌 夏虫走过去 老板娘 生意越做越大了吗 诶 晴天小姐姐 真的是你啊 嗯 我想买一台钢琴 来来来 快进来 林嘉倩拽着夏虫 把她拖进店里 随便看 随便是 夏虫环顾了一圈 发现林嘉倩的店面不仅大了一倍 摆在店里的乐器品牌和种类也更多了 自从你在我这里唱火了晴天 我这家琴行的人气就开始旺起来了 从濒临倒闭到被迫扩建 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说到这 林嘉倩还觉得自己活在梦里 她成为网红之后 光是线上销瘦的成雕罗 每天都有上百万 挺好的 我也替你开心 对了倩姐 那台钢琴怎么卖 夏虫的目光 落在最里面那架钢琴 售价13.18万 如果是你的话 给十万就可以了 十万 差不多就是这架钢琴的进货价 林嘉倩还得自己倒贴运费 你这手机看着怪新 挺贵吧 不贵 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苹果13只要2500 比新机便宜了1900 看着挺新的 靠谱吗 放心吧 我研究过了 转转官方验的手机 都经过多轮质检 跟新机一样 支持一年之宝 上面M1芯片的苹果本 也只要3500 真心推荐 你也上去看看 夏虫坐下来 轻轻的触碰下琴键 试了试音色 这又是新的旋律 上次一首晴天 让我翻身逆袭 这次难道要把钢琴带火了 我林嘉倩 岂不是要一跃成为富婆了 请长大的月底 那样清晰 撒过够的我相信 主要要一起旅行 是你如今 唯一坚持的任性 一起长大的约定 那样珍惜 与你两晚的曾经 而我隐形色入侵 纤细的手指抬出 蒲公英的约定中间 那段钢琴尖锋 这个人没有创作瓶颈的吗 不行 我要抓紧录下来 发在平台上 正当林嘉倩 想掏出手机录视频的时候 胡医生 天籁琴行的门窗被砸得稀碎 让夏虫的情声戛然而止 就是这里 集美们 把这家电砸了 带头网报支援哥哥的 就是这家琴行的老板娘 别让人觉得 我们的支援哥哥好欺负 哥哥他善良 不代表咱们这些粉丝是吃素的 林嘉倩被吓住了 夏虫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只见一个绑大妖元的生物 拍着直播 高喊着为支援哥哥报仇的口号 就这么闯了进来 看见什么就砸碎什么 不管价格多少 就是砸了 夏虫咽了口唾沫 看着他们如此凶狠的模样 他承认 他害怕了 此刻被他们堵在店里 退无可退 夏虫迅速躲到一边 眼看着钢琴板被砸出几道裂纹 要是反应再慢一点 那板砖砸的是他的脑袋 喂 集美们 你们快来看 那个是谁 哈哈 那不是晴天小姐姐吗 陷害我们支援哥哥的罪魁祸首 让我们逮到了吧 今天还真是来对了 只见他们当中 才宛如举重运动员的女生走了出来 本名叫黄二鸭 对外总称自己为黄亚雅 韩志源的官方讽刺后援会的会长 平时主要策划组织应援活动和反飞 自从晴天的抄袭风波发生后 网络舆论本来还是持平的 直到昨晚夏虫甩出夏虫三首原创歌曲 网络瞬间一边倒 为了拯救自家爱动 黄亚雅纠集了后援会的成员 拉帮杰派杀到天籁琴行 林佳倩 自称晴天小姐姐的头号粉丝 也成了首号目标 他们要做的 就是逼迫林佳倩改口 逼他承认晴天小姐姐是抄袭的 韩志源才是原创作者 逼他承认晴天小姐姐臭不要脸 抢住了韩志源的版权 这就是韩志源给他出的主意 韩志源才不在乎这群粉丝 他只想留在这个国家继续捞精 哪怕不择一切手段都要留下来 黄亚亚扬起一根棒球棍 轮圆了重重的杂落在夏虫申前的钢琴上 跟这台钢琴一样 我希望等会儿直播镜头给到你的时候 你能主动承认错误 还我家志源哥哥一个清白 棒球棍杵在夏虫的脑门旁边 两把又同时围上了人 这群疯女人 脑子简直是被韩志源吃了 为了爱豆杀人放火 这种是他们真干得出来 时间不多了 那个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你可以直播 我不会乱说 想着看直播的人那么多 总会有人帮报警的 黄亚亚看了看夏虫 又看了看被控制住的林佳倩 这波优势在我 亮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还不如直播出去 让志源哥哥亲眼看到 我是怎么维护他的 呵呵 你不是挺清高的吗 怎么 线下碰一碰 你就这么耸了 看你的态度还算不错 行 有什么想知道的 你问吧 你们是怎么喜欢上韩志源的 本以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没想到他们却集体愣住 那个 我 我当然是为志源哥哥的才华吸引的 他的第一反应是因为他长得帅 但他现在在直播 他可不想被志源哥哥觉得肤浅 想了十几秒钟 才给出了这个满分答案 殊不知 躲在屏幕后面的韩志源早就气疯了 阿西巴 你们这群又蠢又笨的 都已经把晴天小姐姐当场拿下了 直接逼他成人抄袭不就弯了 夏虫听到黄亚亚的答案 那我呢 你觉得我的才华怎么样 话说回来 你们有听过我的歌吗 黄亚亚又愣住了 实事求是的说 他确实有听过了 昨晚他带着水军出征 本来是打算去抹黑淋漓一直走的 可是 他真的找不到草点在哪里 甚至还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 黄亚亚犯难了 如果说自己没听过 那不就成了无脑黑了吗 开着直播 会让志源哥哥失去舆论支持的 说听过 那到底是好听还是不好听 黄亚亚望向身旁的同伙 直接尬住了 不知道怎么办 而看着直播的韩志源简直气疯了 嘻巴 黄亚亚 你蠢死得了 晴天小姐姐究竟在眼前 现在只要开口问 晴天小姐姐你到底有没有抄袭 只要他还敢说个不字 他不怕脑袋开花 所以黄亚亚 你倒是问啊 商业大街 苏宇斌上午出来送外卖 由于上午点餐人数太少 接不到单索性 停在路边刷起了视频 突然 苏宇斌刷到了找晴天小姐 线下对质的直播间 点进去一看 只见夏虫居然被一群女汉子围在角落里欺负 丸子投小姐姐 苏宇斌先是一惊 又快速冷静下来 先通过弹幕了解他们所在的地方 地点位于商业街的天籁琴行 苏宇斌先是报了警 看距离自己只有三百米 开着电瓶车直奔天籁琴行 同时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韩志源无脑粉强迫 让我承认晴天是我抄袭韩柳 而我拖延时间成功 等到救援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街上集 黄亚亚纠结了半天 情不自禁地泛起了花痴 不对 我是来替支援哥哥讨回公道的 我跟他讨论什么 快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抄袭了支援哥哥 听到这话 原本抓狂的韩志游 终于放松下来重新看回了直播 对 就是这样逼他成人 只要请天小姐姐亲口成人抄袭 我这便在公关一波 这是差不多就过去了 说啊 快说啊 夏虫冷汗直梦 但还是答非所问 那个亚亚 你觉得我的颜值怎么样吗 告诉你个秘密 其实我是男的 听到这个答复 黄亚亚仿佛脑子荡机 她仔细地扫量了一遍夏虫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这颜值已经爆表了 如果她真是男孩子的话 看到黄亚亚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思绪又被带偏 西巴 西巴 春珠黄亚亚 她在扎你啊 夏虫发现言语公式奏效 就继续开始干扰 哎 不如你们对我黑转粉吧 我可是很虫粉的哦 你们想一下我的才华 比韩志元厉害吧 我的颜值也比韩志元高多了吧 有那么一瞬间 黄亚亚真的动摇了 你真是男孩子啊 真 我不信 除非你脱了裤子让我看一下 我是没问题啊 可你的直播间不怕被封吗 等等 我怎么又聊起来了 不要东拉西扯了 我们对志元哥哥中心日月可见 靠着夏虫拖延的几分钟 苏宇冰终于抵达秦航 想到警察还得过几分钟才能赶到 其中生智 脱掉外卖服 把头发弄乱 捡起一块散落在地的板砖 冲进秦航 吉美门 警察来了 快跑啊 这一吼 把店里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你们先走吧 我留下来顶罪 苏宇冰走过来 拽着黄亚亚就往轮外拉 黄亚亚有点猛 他记得没有安排人到外面去忘风啊 老大先别急 我付个款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钱买华为妹特60破肉啊 你误会我了 这是我在左下脚领的 能是真的吗 这都说左下脚能领 结果点进去什么都没有 其他链接都是假的 我这左下脚可是官方验证 我专门核实过的 平台持续监测 你就按照我这个步骤来 点我左下脚链接下载注册进去 就能领到手机 你这左下脚这么简单 对啊 我这可没套路啊 我左下脚的苹果15破肉 麦克斯和华为妹特60破肉 都不限量配套送 原厂加现货现发的 我现在点进去看看 哎 这点左下脚下载注册上线 就有手机领取界面了 当然了 只要点我这条视频的 左下脚链接下载 上线开启一键挂机 苹果华为免费拿 行 我也去领个 不对 你不是我们后援会的 哼 当然不是 我会粉那个死男泡 话音刚落 苏宇斌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甩出一腿 精准命中黄压压肚子神经 高大威猛的黄二压瞬间昏了 原来 苏宇斌以往拍戏的时候 都是隐语反派出场 而且从不用舞剃 为了演好每一个角色 更是和五指学习过很长时间 黄压压顿时倒在地上 苏宇斌顺势捡起她的棒球棍 狼子苏打三 狼哥在动遗憾 此刻的苏宇斌 一个人震慑住场面的几十个人 但他知道现在能吓住 他们不是自身的武力 而是打黄压压的那一腿不够 夏虫快速跑到林家倩身旁 拉着林家倩 跑到苏宇斌身旁 谢谢你啊 外卖果然是个神秘组织 劝你的 要知道她现在慌得要死 好在这里的动静 引来了很多围观群众 才让那群脑残粉不敢继续行凶 两分钟后警车也来了 十几个警察迅速控制现场 一问才知道他们几乎都是未成年 林家倩此刻欲哭无泪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被整了这么一出 初步估计损失七十多万 而且他们还是未成年 此时夏虫戴着耳机 电话那头的李林峰说一句 他就给面前的警察复述一句 警察同志 请你们联系物价局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到现场来做个初步的定损 损坏的乐器和店面的装修 必须让他们的家长照价赔偿 可以 我同时他们的家长过来 等你们闲商玩物再把人带回去处理 此刻救护车也来了 躺在地上的黄雅雅 经过一番救治也迷迷糊糊醒了过来 看到此时的场景直接大叫起来 我领的华为发货了 还是你左下角靠谱 这可是我第一次真的领到手机 那当然 都说了只有我左下角才是真实有效的 你再挂挂机苹果一起拿 晴天小姐 我求求你了 承认晴天是你抄袭的好不好 你只是损失一点名声而已 我们的支援哥哥 可是会被前网封杀的啊 夏虫被过身去 只觉得恶心 黄二鸭被两个人控制住架子 晴天小姐 要不你先回去吧 这边有我一个人就行了 倩姐 你大可不必郁闷 起码你的装修费有人掏了 而且 他们还帮你清空了店里所有的存货 对啊 林家倩这才反应过来 她的店铺这几天正好在装修 本就一地狼藉都是旧货 想到这 林家倩心头的那股郁闷烟消云散 开心地笑了起来 不料这笑声刺激到黄亚亚又是一顿骂鸡 夏虫索性拉上苏玉冰 去对面咖啡店休息起来 冰姐 你咋这么厉害 唉 别提了 你先摸摸这里 她抓起夏虫的手 放在自己的心口 我现在都还在后怕 刚才要是没唬住他们 警察还没到咱俩就没了 夏虫的脸刷得红了 糟糕 她是真把我当成女生了 她赶紧把手抽回来 我最讨厌那种不男不女的死男泡 夏虫硬生生把男的咽了回去 怕苏玉冰知道真相会像刚才揍黄亚亚那样 也给她来那么一下 对了 你刚刚说啥 呃 我其实我其实不喜欢喝咖啡 我喜欢和柠檬水 丸子 我跟你说个是老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老 哎 丸子 介意我这样叫吗 我觉得丸子头才是你的本体 哈哈 不介意 我以前在星意拍戏的时候 见过好几次韩之原来我们剧组 可是和很多女孩子搞过 我那一下可是带着私人仇恨的 四 那女生为什么不去告她 告了 没用 都被压下去了 反正啊 我已经想好了 当我的合约到期 我就退出娱乐圈 苏玉冰的眼神满是落寞 其实他挺喜欢拍戏的 但是这样的娱乐圈 真的不适合自己 夏虫举起名蒙水 要不 你以后来承包我的MV女主吧 别的地方他不敢担保 但是在幽梦传媒 绝对没有潜规则 哈哈你也想学韩之原当个渣男吗 可惜你是女孩子 你没有作案工具啊 夏虫其实是认真的 但苏玉冰当成了玩笑话 我是认真的 但是我该回去上班了 拜拜 目送苏玉冰离开 夏虫又回到了天籁秦航 收到消息的夏宁带着李凌峰和夏忧 一起过来给夏虫撑腰 姐夫 你的眼睛好点了没 我说过 眼镜才是我的本体 还敢笑 处那么大的是还瞒着我 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我 老婆大人 西诺 西诺 晴天小姐 等我出去了 我灭你户口吻 黄亚亚骂了一个多小时 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小了 看到涉案人如此猖狂 李凌峰独自走上前进行处理 独属于律师的手段 假装 套话等等通通用在黄二鸭身上 加上闹事群众的父母过来赔偿 时间飞速流过 已经到了下午 最后通过黄二鸭被套的话 韩之原最终以右肩未成年少女 以及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被关入大牢 连本国都回不去 夏虫的钢琴 终究是没买到 但凌家倩表示等新货到了立即送货上门 原本店里存放着几年没卖出的乐器 都被照价赔偿 大几十万的装修费 也被这帮脑残粉的家长掏了 晴天小姐姐 你一定是上天派给我的福星 每次来琴航都能给我带来好运 那台钢琴不要钱 就当我给福星还原了 同生成为男生女相的大学生 素食好兄弟居然让我穿女装假扳他女朋友 而我反手拒绝并且自己穿上女装在家里开启直播 接上级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先是知名艺人韩某某被警方立案调查 以黄二鸦为首的那群脑残粉也全部被拘留 黄红也因故意杀人未遂洗皮脑底坐穿 幽梦传媒和新一传媒侵权案件 也以新一传媒进行巨额赔偿 同时解封并陪付苏宇斌五百万而告证 打完官司的这天晚上 苏宇斌约夏重出来见面 你这身 如你所见 我已经辞掉了那些兼职 而且明天我就得回去组报到了 所以今晚无论如何都想见你一面 嗯 兵姐真会挑地方 这家餐馆的菜 也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 我以前也是胡大的 偶尔会来这里吃一顿 诶 这么说来 你是我的学姐 我装文系的 比你大己见 本来能保颜的 后来我掉前眼里了 怪不得 你的台词宫底那么棒 我就说你身上的书香气不像是眼的 一直以来 夏重都很欣赏苏宇斌的气质 这种内涵的韵味 和那些傻白甜完全不一样 我的戏你都看过了 还没 目前只看完了四部曲 其他的打算过几天再补 觉得怎么样 都是烂片 唯一的亮点只有你 诶 这几部剧里面 我都只是无关紧要的配角 唉 那几个女主不仅没你漂亮 演技更是被你暴杀 就跟投资商硬塞进去一样 如此直白的夸赞 让苏宇斌的心里甜丝丝的 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嗯 待在这样的剧组 简直是浪费你的演技 嗯 小嘴真甜 对了 丸子 我今晚来找你还有一件事 就是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电影名叫看不见的天后 女主角是一位盲人 苏宇斌详细说了下她的需求 大体讲述了一位双目失明的女人 在看不见色彩的黑暗世界里 无畏艰难挫折竹梦演艺圈故事 听到这个题材 夏虫的脑子里马上就蹦出了一首歌 没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写出来 不过 学姐是主角吗 呃 我是迫害女主的恶毒女配 嗯 什么 又不让学姐主演 那我可要狠狠收钱了 狮子大开口的哦 说 有多贵收多贵 反正是心意掏钱 看不见的天后剧组 导演是当年提携苏宇斌出道的恩师 这部戏的剧本本来打算以苏宇斌为主角 但投资方执意要用当红花蛋 陈曼饰演女主 提起陈曼这个人 演技毫无 绯闻居多 以至于电影还没开拍就已经是差评如潮 于是徐三平想尽了各种办法 听到了夏虫的灵雨一直走 觉得这种风格特别适合当电影主题曲 而且晴天小姐的热度如日中天 得知苏宇斌和夏虫认识 徐三平就立即拜托她来定制主题曲了 苏宇斌此举 一方面是给夏虫拉了单生意 另一方面也是给恩师还一份人情 而夏虫只用一顿饭的时间 写下了这首《你是我的眼》 看到这歌词 苏宇斌整个人已经轮到说不出话来 丸子甚至连剧本都没看 就写出了这么契合原著的歌词 这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吗 怎么了 哪里不满意吗 非常满意 丸子 我先把简朴和歌词带回去 让徐导也过目一遍 次日 苏宇斌回到剧组 把歌词交到徐三平手中 徐导 你交代的事情 办好了 晴天小姐真的答应帮我们写主题曲了 她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毕竟晴天小姐是幽梦传媒的人 已经写好了 我昨晚才跟你说了这事 对啊 只用一顿饭的时间 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 徐导 您先看看 不能是随便敷衍一下吧 徐三平接过苏宇斌递来的纸张 简单的读了一遍里面的歌词 简直就是量身打造一般 徐三平又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节目 轻敲着节奏 好听 就用这首歌了 小苏 晴天小姐的报价是多少 三百万 三百万 这也太贵了吧 咱们经费只有三千万 一首歌就花掉十分之一啊 小苏 你看你这关系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徐导 晴天小姐虽然还没出道 但人家可是幽梦传媒的人 咱们心意和幽梦这关系 则 这三百万还是看在朋友关系上呢 苏宇斌的一番话 徐三平倒也理解了 但他还是不死心 小苏 你给我一个晴天小姐的联系方式 我再亲自和她沟通一下 请 夏虫这边刚下课 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 你好 晴天小姐 你好 我是看不见的天后的导演徐三平 徐导啊 找我有事吗 夏虫已经猜到她的意图 无非就是想压一压价格 关于电影主题曲的报价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咱们这个价格能否再往下压一压 三百万贵的有点离谱了 我们这部电影是小成本 总共只有三千万的经费 这就把底交代了吗 徐导 你这三千万经费 包含演员的片酬了吗 包括的 那我再问一下 陈曼的片酬是多少 他的片酬是一千五百万 徐导 你觉得以陈曼的颜值和演技 他配得上吗 您演人都知道 他肯定配不上 但徐三平是万万不能乱说的 他沉默了 您现在还觉得三百万贵吗 还是说 贵族原本就不打算追求作品质量 只想随便找一首歌充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不要来找我合作 我可不想砸了自己的口碑 这话说到了徐三平的痛点 但剧组就是这样 孙子中的孙子 秦天小姐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 这三百万数额太大了 我真的无权决定 如果下重不松口的话 徐三平就要错过这首主题曲了 徐导 这首歌可以三十万给你 但我要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首歌让苏宇斌唱 红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苏室好兄弟居然想让我穿女装 搅扮他们女朋友 而我反手拒绝 并在家中独自穿上女装 拍起直播 燃爆整个网络 街上集 可是 小苏室饰演的是反派 而且 陈曼也看过这首歌 他表示想担任主唱 徐三平的讨价还价 让夏重有点不耐烦了 陈曼非要唱我的歌 那就在家前 叫他带上五百万来找我 我都降到三十万了 提个条件很过分吗 徐导 别总想着占便宜 哪有这么好的事 察觉到夏重女气的变化 徐三平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礼貌 人家已经愿意降价了 还不能让人家拉闺女一把吗 好吧 我再说下去就真的不礼貌了 我这就回去争取 让小苏来唱电影的主题曲 挂了电话 夏重回宿舍收拾行李 国庆已至 下午便可回家 重重 算我求求你了 给我冒充一下女朋友吧 来回路费和吃住我全包 不等夏重拒绝 陈妍和周周就先把他摁地上叫去了一顿 你在想什么屁师 觉得重重是差你那撒瓜了早还是咋的 不准私自诱拐重重 他是我们寝室公用的 诶 我去你们大夜的 真拿我当杯子了 重重 你下期打算去哪儿啊 哪也不去 回家睡大觉 夏幽已经打电话来催了 夏重拎起包走出校门 坐进夏幽的车里 重重 你快帮我想想主意啊 诶 怎么了 新一传媒为了挽回口碑 在江都卫视搞了荡音宗节目 叫谁是歌王 你太久没发新歌 那股嘻哈日韩的歪风邪气 又被新一传媒带起来了 文言 夏重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新一传媒是铁了星药 捧日韩之流的艺人 而且 新一传媒的新任CEO赵森 他新冠上任之后 先是从欧美月潭 挖了几名不得志的实力唱将 把他们包装 打造成国际巨星的头衔 随后又定制了几档综艺节目 抢占那一市场 现在地方电视台都抢着 要跟新一传媒合作 唉 现在的情况 让优梦传媒有点招架不住 新一的新任CEO 大刀过火的抢占市场 优梦传媒的生存空间 已经被压缩的更小了 接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咱们没必要 非得盯着传统电视台 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用户数量 早就远远超过 传统电视节目的收看人数了 新一愿意在电视台搞综艺 就让他们搞呗 我们可以进军直播 推出街头素人选修类的节目 高手在民间 而且更接地气 节目效果不比那些 有剧本的综艺强多了 这样成本更低 收益更高 哦 有道理 虫虫 你是懂流量的 可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夏虫仔细地想了想 民间不乏唱功优秀的素人歌手 他们翻唱的欧美作品 发布在网上都有极高的人气 姐 趁现在国庆假期 咱们可以办一期胡拳好声音 就在胡拳市的大街上直播 招募素人歌手参加PK 由直播间里的水油打分 选出咱们胡拳市的路人歌王 在直播过程中 可以加入带货环节 吸引广告商投资 嗯 听起来很不错耶 我马上就回去准备 国庆节办第一期先试试效果 不过 时间这么紧迫 咱们也没有相关经验 可能会有很多细节做不到位 准备的样样俱全 那还有什么直播效果 也是 夏优的行动力还是相当高的 回到家立刻联系助理 做好前期的相关准备 夏虫也没闲着 她得利用自身的影响 提前为胡拳好声音造势 夏优给她准备了一个艺人专用号 这个账号 只发过一手淋雨一只总MV 就已经累计了八百多万粉丝 夏虫接手之后 立即上传了一段新视频 是她在学校与唐江雪恋情室拍摄的 视频里 夏虫穿着咖啡色的服装 简简单单 却清纯甜美 夕阳斜照的光线照进琴房 而她坐在钢琴前熟练的自弹自唱 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小学里 把你的不依 是记忆里有遇到的风景 无水造成传来真的声音 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 视频发出去之后 仅仅过了十几秒钟 夏虫的手机就开始狂醒 夏虫想看一眼频率 结果后台直接卡住了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点赞留言 手机卡了两分钟 还是加载不出来 APP直接崩溃闪退了 视频发出去半小时不到 点赞数就飙升到了三百万 诶 完了 我还没准备好啊 照这个进度 估计晚饭后就妥妥的破千万了 吃饭的时候 夏佑一边干饭 捧着手机傻乐 夏佑你多大个人了 吃饭不知道好好吃啊 诶 不是啊 妈 你看虫虫的评论区 夏虫的评论区 已经被所谓的老公粉占了 老娘还真是基因强大 劈了老命缩哈三胎 好不容易求来个儿子 结果还是生儿育女了 虫虫 你给我听好了 你可不许被掰弯 咱老夏家指着你传承香火呢 你听到没有 是是是 吃完饭 夏佑帮她布置好房间 还有精心准备的造型 然后就被夏虫无情赶出房间 晚上八点 随着蒲公英的约定 点赞破千万 夏虫如约的打开电脑开播了 夏氏集团 夏宁刚完成手头的工作 她摸了摸肚皮 一股饥饿感涌了上来 请进 只见李凌峰提着两份保温饭盒走进来 老婆大人请用餐 诶 今天做了啥好吃的 放心 都是你喜欢吃的 结婚之后 李凌峰特地跟灵依学了好长时间 夫妻俩就在办公室里开炫 李凌峰打开了办公室里的投影 把自己的手机画面投屏出来 你怎么也沉迷这玩意儿了 你看就知道了 她刚打开夏虫的直播间 夏宁就没忍住一口 让喷了出来 这个人是我弟 同生成为男生女相的大学生 我以一身女装出场 参加直播PK活动 一只爱女舞蹈直接蒙翻拳王 李凌峰咬着筷子点点头 她的目光 跟随着化身王心灵男孩的夏虫 开播第一天 夏虫就被匹配参加了主播PK活动 对方是个舞蹈才艺主播 叫二兔蹦蹦跳 颜值很不错 但是稍微有点擦边 小五一跳 小男腰一扭 简直要扭出天际去了 对方大哥也都嗷嗷刷起了礼物 至于夏虫那边 粉丝们已经嘲笑疯了 小小晴天 可笑可笑 钢板晴天会跳舞吗 要不别跳了 擦边就行 哈哈 虽然歌唱得不错 但不会跳舞的话 怕是要输给二兔了哦 输 开什么玩笑 不就是跳舞吗 哪个王心灵男孩不会唱跳 于是 夏虫化身平行世界的甜心调主 在镜头前 跳起了甜度拉满的爱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本体 那一定就是我最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啊那是我本心 常常像你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用心 你很想相信 却又忍不住怀疑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用我唱三的你 恢复的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描写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我把爱上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点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愿 爱你 今晚的夏虫是真的甜 配上他那一头蓝宝石般的秀发 满足了无数男性 对于初恋女友的一切幻想 就连李凌峰都忍不住在办公室哼起歌 一个三十几岁的已婚男人 西装革履 戴着眼镜 却这般油腻起来 让夏宁觉得两眼一黑 天受不了 秦天小姐 甜而不腻 很清纯 很俏皮 而且没有低俗擦鞭 太赞了 她的甜是那种很自然的甜 不是故意搅楼造作装出来的 二兔 对不起 虽然你很骚 但我选择甜妹 主播打榜排名 看到弟弟暂时落后 夏宁没忍住 临场下载了软件 ID都没取就开始给夏虫刷礼物 连续刷了十个 直播间里满屏都是礼物特效 夏虫又唱又跳的玩嗨了 看见一串礼物 谢谢老板的十个礼物 老板摸摸哒 有机会一起睡 是不是你叫坏虫虫的 夏虫的直播效果还行 如果只看跳舞 夏虫跳得并不好 但这首爱你的BGM加成太高了 不仅让夏宁这种 事业型女王少女心泛滥 缓解了一天的疲劳 就连中老年的老男人听到后 也不禁跟着抖起了土 毕竟谁不喜欢甜妹呢 夏虫索性把今晚的直播 当成王心灵专场 第一次爱的人 海虹的微笑 睫毛弯弯 接二连三的新歌 在她的直播间出炉 这一夜夏虫总共带来了十三首新歌 过几天 我会把这些歌重新录制一遍 在各大音乐平台发布专辑 全部免费 哇 擎贴小姐 你家里是不是有矿了 富有且慷慨 呜呜呜呜 你真的 我哭死 只见直播间的在线人数 已经达到三百二十三万人 这流量 这人气 已经碾压所有的电视台 眼看引流的效果达到了 夏虫这才笑着提出正式 国庆节 我会和幽梦传媒举办一档节目 叫胡拳好声音 我们会在胡拳市的街头 召集所有热爱唱歌的朋友 线下battle 每期节目绝出一位歌王 歌王不仅可以获得 十万元的现金奖励 还有加入幽梦音乐学院的 免费培训名额 国庆节是第一期 以后的每个周六都会固定举办 并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 举办跨年总决赛 胡拳市的年度歌王 将获得一百万元现金奖励 放名的方式和链接 已经发布在幽梦传媒的公众号 消息一出 全民沸腾 不是吧 咱们街头住人也有机会出道了 这个节目感觉比那什么 随时歌王有意思啊 人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嘛 人人都可以 但名额有限 好了 今天就先播到这吧 老婆晚安 你们都赶紧瞎了吧 我要陪我青田老婆去睡觉了 各种老公粉弹幕出现 让夏虫不含而立 果断下播 下播后 夏虫看了下本场直播的流水 刨去平台抽成的部分足足 赚了三百一十万 唱了一晚上 让夏虫的喉咙有点干嘛 到楼下接杯水喝 却忘了换衣服 顶着一身星光公主裙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穿过客厅 夏千山和猴雪 直勾勾地盯着她 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下游灯灯灯地跑过来 兴奋地抱住夏虫 哇 虫虫 哇 你太牛了 诶 又咋的了 给你激动成这样 报名人数满了 咱们第一期胡拳好声音的观众 约人数几分钟就涨到了四百万 莲华和喜利静的部门经理 都来联系我了 光是口播一条口播 就足足有一百万 喜利静想为节目独家冠名 每期三千万 夏虫终于明白夏优为什么这么激动 莲华和喜利静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 这价格也确实是诚意满满 嗯 事实证明 我做免费音乐的思路是正确的 二姐 你说了 原来 夏虫一开始说她的歌要全部免费 夏优是反对的 她觉得夏虫的歌 每一首都是经典 做成实体唱片一定能大卖特卖 但夏虫的观点是放弃眼前的利益 用免费模式为自己锁住更多的忠实歌迷 于是姐弟俩还为此打了个赌 输的人 要满足对方一个要求 说吧 让我干什么 姐 你今年几岁了 诶 二十五 咋的你嫌我老 谈过恋爱没 没呢 夏虫瞥了一眼她的身材 则那你干脆别谈了 陪我孤独终老吧 倒不是有什么德国骨科情节 主要是和二姐比较玩得来 她很享受和下优互对的日常 如果她以后嫁人了 多少得逼逼嫌什么的 唉 行啊 谁是狗 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是弯的 原本就不打算结婚 尽管老爸和老妈催了一遍又一遍 给她介绍了不少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 结果都被下优毫不客气的轰走了 她身边唯一亲近的异性 就只有长得像妹妹的弟弟了 哦 对了 崇崇 你明天陪我飞烫江都 除了跟喜丽敬签合同 他们还想单独面试你 诶 面试我 怎么个事 他们有找你代言广告的意向 但要先面试考察 才能确定用不用你 呃 多少钱 每年两千万 不过你得配合他们的广告拍摄 随叫随到 夏崇稍稍犹豫了下 她对广告的要求都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未来要是他们的产品翻车了 口碑砸了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名声 我先去看看吧 事先声明啊 这次过去不光是他们面试我 我也要实地考察他们的资质 还有就是 姐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你别总是一惊一乍的哇哇叫 有一点 夏崇可以确定 在不久的将来 自己一定会成为顶流艺人 她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会被人用放大镜盯着 所以 从现在开始就得学会爱戏羽毛了 但夏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哟哟哟 你还没出道呢 就耍起国际巨星的牌面了 你就说我配不配吧 配配配 这什么态度 第二天 夏崇一早就被夏忧从被窝里拽起来 赶到机场 直飞江都市 落了地 混迹在人群里 正要离开机场 却被堵在了街机大厅 一群不知道是谁家的脑残粉 把偌大的航站楼都占满了 举着应援排疯狂地呐喊 甚至还有一群保安 正在把人群往两边隔开 红生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姐姐只为向她规律证明我是男生 居然要当众扒下我裤子 拜托 我敢试剪啊 这是敢什么 我们粉丝结极呢 你们就不能登登吗 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机场坟墓 有什么资格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 平时你们那又亲眼捡到打命型的机会 让开 都已劝肾景病 你怎么马刃呢 又没有点素质 我素质你 都 杭战楼被这些人闹得乱红红的 这是谁来了呀 搞这么大阵仗 陈曼 他不是跟苏宇斌一个剧组的吗 那不细的拍摄的也不在江都啊 他那种咖位 用得着天天跑剧组 有事没事扣个图 被几串数字 剩下的交给替身和配音 赔付商花天酒地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哦 懂了 夏虫现在对这些人的印象越来越差 想到苏宇斌要和这样的人眼对手戏 简直是无语 夏优可不管他是什么 拉着夏虫就禁止走向航站楼的出口 恰好 陈曼也在一大群工作人员的簇拥下 匆匆朝这边走过来 巧了 直接跟他撞一块了 保安呢 保安呢 怎么没经常 对不起陈小姐 两位 请你们让一下 两个保安冲过来 准备将夏优和夏虫往人群里 但夏优的暴脾气冲了一下就上来了 他一脚踹开保安 老娘只给出殡的队伍让路 你们是送葬啊 还是奔丧啊 这一脚 让被阻碍的乘客拍手称快 也让陈曼的街机粉丝暴跳如雷 这是事啊 乡层窝们夹满满的惹毒 估计又是个想出名想疯了的 粉丝人群里 怎么难听怎么骂 夏优充耳不闻 拉着夏虫 沿着通道继续走向出口 但是没想到又来了一群保安拦住去路 甚至还抽出了甩棍武力威胁 一个小网红而已 也配蹭我的热度 夏虫的夏虫就是晴天小姐 但想到晴天小姐降价的要求是 点名让苏玉冰唱你是我的眼 让陈曼早对夏虫怀恨在心 他今天来江都市 就是为了找金主爸爸给剧组施加压力的 将苏玉冰踢出剧组 自己唱 没想到冤家路窄 撞见了晴天小姐本身 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羞辱对方一番 一个妓女而已 有什么可蹭的 你最好离我们远点 我怕被你传染性病 夏优的暴脾气 当场就骂得陈曼面红耳赤 晴天小姐 别以为你写了几首歌就有多了不起 你穷其一身也就只是个网红了 永远上不了台面 少来蹭我的热度 自取其辱 到时难堪的是你自己 喂 江都机场三号航站楼这边 有人非法封路扰乱公共秩序 请你们快点处理 这边还有大量滞留的旅客 大家都赶时间 夏虫摘下耳机 望向身旁的陈曼 面色平静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什么 我 就这短短的一瞬间 陈曼觉得自己输了 夏虫身上那股淡定自若的大小节气质 就不是他能模仿的来 哼 装模作样了 陈曼越过夏虫 走向航站楼的出口 旁边的粉丝拼命挤上来索要千米 陈曼则表现出很重粉的样子 逐一给他们千米 被阻碍的旅客越是交集 他就越是不紧不慢的样子 骂他的人越多 影响越恶劣 带给他的热度也就越高 陈曼就是这么红起来的 这时有个粉丝高高举起手机 做出一副要跟陈曼合影的姿态 陈曼很自觉地凑到镜头前 熟练地比了个心 陈小姐 你能不能让一下 挡到我和偶像合影了 你的偶像不就是我吗 那男粉丝不耐烦一乐的位置 随后继续打开摄像头自拍 这下陈曼看清楚了 这个角度的视角明显是不远处的下头 但是这个男粉丝的手里还举着应援牌 喂 你拍他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的粉丝 给你应援子私工作而已 跟情天小姐合影才是我的心愿 你敬业吗 敬业 你就只付了50块钱用金而已 劳资过来给你举牌子就不错了 你小点声 陈曼急了 但是这对话已经传到下优的耳朵 哈哈 50块钱 他雇你们过来扮演粉丝应援 50块钱 还有一份盒饭 呵呵 陈曼你想笑死谁啊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粉丝 下优的笑声瞬间让陈曼恼羞沉默 这个人明明就是你们故意找来黑我的 黑你 就你还用的找我找人黑 你怎么红得自己心里没点B数 一张脸 全是科技与狠活 演技也是废柴 残花败柳罢了 这时 机场的执行巡警过来了 怎么回事 刚才是谁报的警 看到警察过来 陈曼的态度依然高傲 警官 没什么事 只是有个别眼红怪 见不得别人粉丝多 故意报的假警浪费你们时间 几位巡警瞥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群 已经猜到了陈曼可能是某明星 是我的报的警 他们在这里封路不让旅客进出 严重阻碍了交通 警官 我想问问 他们提前报备了吗 如果提前报备了 机场为什么没有安排别的疏散通道 没有 我们没接到任何通知 警官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的粉丝们自发来机场接我 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热情的粉丝 给大家造成了不便 实在不好意思 情况特殊还请谅解哦 看在他是明星的份上 刑警们本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原则 那你赶紧疏散你的粉丝 别挤在航站楼音响大家通行 警官 这些人压根就不是陈曼的粉丝 是他自己花钱雇来的兔 这算不算聚众寻衅滋事 破坏社会秩序 警官 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眼哄我 呵呵 我胡说八道 要不要随便抓个人来问问 下又嘟了一眼人群 你说 是不是他花钱雇你们来的 老实交代 别耍花样 好好想一想 他给你们的那点钱 值不值得帮他顶罪哈 那女粉丝顿时慌啊 对 我们群的群主昨晚发公告说 来机场举牌子喊几声就能赚五十块钱 我就跟着来了 你们呢 我们 我们都是一个群的 喜闻乐见 此时周围的人都在录着视频 也不想着走了 都在看陈曼被打脸 行了行了 都赶紧的散了吧 陈小姐 这次先警告你 下不为例 警警们看向陈曼的眼神 也变得十分比 但也不好争取追究他的责任 随着人群的散去 行站楼只剩安保和工作人员陪着陈曼 陈曼瞪了一眼下虫和下忧 走 等着吧 等我见到了金主爸爸 一定要叫他把这可恶的晴天小姐奔杀 虫虫 我们走吧 下忧带着下虫来到机场外面 正准备叫车去市区 却有一辆豪车缓缓停在旁边 悠悠 快上车 哎呦 我的方总 怎么是你来接我呀 怎么 觉得我不够资格 够 太够了 下虫一脸迷糊 跟着下忧坐进车里 虫虫 这是我最好最铁的闺蜜 方敏 嗯 以前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妹妹 这是我弟弟夏虫 晴天小姐 真是咱弟弟 要不我把他裤子扒了给你瞅瞅 哎 曾成为男生女巷的大学生 宿舍好兄弟同学聚会被嘲笑没有女朋友 而我以胡拳笑花之子假扮他女朋友 震惊整个会场 好了 不闹着玩了 小敏 现在我们去哪 先去酒店 我已经订好包厢了 给你们接风洗尘 因为这次合作是临时起义 太匆忙了合同还没准备好 下午我再带你们去洗力镜面谈 方敏的身份是洗力镜的广告不精 这次合作就是由他促成的 抵达江都酒店 方敏停好车 便主动给夏幽开门 公主请下车 而夏幽似乎早就习以为常 下了车很自然的跟方敏来了一个拥抱 夏虫忽然意识到 二姐跟方敏的关系可能不是一般的闺蜜 这俩难道是 虫虫跟上来 哦 来了来了 来到酒店门口 夏幽突然停下脚步 脸上露出一抹难堪之色 悄悄扯了扯方敏 阿敏 嗯 怎么了 陪我去烫厕所 方敏顿时眉头一挑 他想起来了 这几天正好是夏幽的力量 虫虫 你在这里等一下吧 我陪你姐去趟厕所 哦 方敏拉着夏幽先上楼了 夏虫在酒店大堂里溜达 一楼的艳客厅很热闹 聚集着几十个年轻人 貌似正在办同学聚会 夏虫原本没怎么注意 但他仿佛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薛阳 你怎么还单着呀 莫非你对周佳佳还是贼心不死 哎呦 你舔了他整整三年了 现在都上大学了 你还没醒悟啊 薛阳的隔壁桌 坐着个打扮时髦的美女 微微侧目望向她 眼神中满是嫌弃和鄙视 薛阳大概是喝了不少酒 全然没注意到隔壁桌的妹妹 哽着脖子冲人群吼道 放屁 谁说我单身 我现在的女朋友是胡大的笑话 啊 你就吹吧你 你们胡大的笑话我知道 不就是晴田小姐吗 人家是颜值和才艺兼具的白富美 千万粉丝的网红 那种极为的美女 能看得上你这穷屌丝 薛阳你说你这样有意思吗 被我拒绝 很多人嘛 没必要跟大家吹牛吧 周甲甲 高中三年 你花了我多少钱心里没点数 我追了你三年 你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就这样吊住我 最后来了句对不起 我们不合适 我可没有找你要过一分钱 是你自己厚着脸皮 要给我送这送那的 我一直没有明确拒绝你 是因为我不想你太过伤心 影响你的学业和高考 没想到 你居然把我当成了败金女 看来我当初拒绝你是明智的 现场的人都开始附和周佳佳 帮着他数落薛阳过往的种种故事 还有个穿着一身奢侈品的附加少年 直接走到周佳佳的身边 兄弟 原来你就是佳佳经常提起的那个田狗 认识一下 我叫欧文海 早就听说过田狗 但一直没能亲眼见到这种生物 今天你属实让我开了眼睛还呼大笑话 你打开摄像头看看你这张脸 你配吗 周佳佳牵着欧文海的手 随即也站了起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正位是我男朋友 多文海 他爸是新异传媒的老板欧东阳 不好意思 我原本无意打扰你们的聚会 正好今天约了喜利进的房经理 在这家酒店谈业务 趁对方人还没到 我先陪佳佳过来认识一下他的老同学 文言 薛阳整个人颤抖一下 今天实在太丢人了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还不如留在学校打游戏呢 现在的他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 就在这时 请问薛阳在这里吗 沙内奸 所有人都侧目望向宴会厅的大门 真是晴天小姐 他刚才说他找谁 虫虫 你怎么来了 夏虫走过来 架起他的胳膊 我来接你啊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嘿嘿 同学聚会吗 你俩是什么关系 你管得着吗 不好意思 我是他的室友 薛阳他喝多了 我先带他回去 室友 你们都已经同居了 此刻的周佳佳面色难堪 他本以为薛阳在吹牛 可没想到晴天小姐本尊真的来了 而且看起来还很轻易 薛阳昂首挺胸 带着几分神气 你们吃好喝好 我们先回去了 虫虫 走吧 慢着 他直勾勾地盯着夏虫 嘴角扬起邪魅的微笑 晴天小姐 你真是这穷屌丝的女朋友 薛阳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夏虫是什么脾气 作为室友的他很清楚 过来就场纯属歌而闭一几 让他冒充女朋友 那根本就不可能了 嗯 其实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们都一口一个穷屌丝的 夏虫既不承认也没否认 薛阳是追梦赤子星的原唱 他凭这首歌赚了两千多万哦 他要是穷屌丝的话 那你们算什么 夏虫并没有撒谎 那首追梦赤子星已经被体育总局买了 作为原唱的薛阳分到了两千二百六十万 尊都甲都 阳哥 你现在是千万富翁了 实境实境 刚才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阳哥别往心里去 薛阳无奈地哭笑了下 想到以前同窗之时的纯洁 只是短短几个月 都变成这般世俗模样 此时的周佳佳非常厚 要是早知道薛阳这么能赚钱就不踹他了 他现在跟着欧文海光鲜亮丽 可实际上只是他的谢欲工具吧 薛阳 发财了怎么不告诉大家 我为刚才的无礼向你道歉 但我也是希望你能过得好 看到你这么争气我也就放心了 周佳佳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挽回这条条 周佳佳 你我只是同学一场 别装作一副很熟的样子 我不想被重重误会 此时 欧文海神色复杂地盯着他 你给他道什么歉 两千万很多吗 我少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 别结设了 老子最受不了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贱人 周佳佳牙都快咬碎了 现在是芝麻西瓜都没剪呢 他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还被欧文海白睡了十几次 此时的欧文海也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毕竟嘲讽薛阳最恶毒的就是他 他也掏不出两千万 欧文海直接拔碎了周佳佳 大步走向宴会厅的出口 却正好撞见方敏朝这边迎面走来 他顿时转路为袭 他今天就是被父亲派来会见方敏谈合同 要是当着这么多人面谈下来 丢得面子直接有了 方经理 来了啦 欧文海迎上去 正要和方敏握手 方敏却从他身旁掠过 呀 重重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走 跟我回包厢 欧文海保持着握手姿势 挣了几秒才回过神来 方经理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嗯 你是哪位